二子蹭舟,泛泛奇景 怨言私子,忠心痒痒 二子蹭舟,泛泛奇事 怨言私子,不假有害 选择诗经,北风,二子蹭舟 又一段诗经,又一段故事,感人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只有在春秋这样的时期才会有 而这段故事讲述的就是吉子和公子兽的故事 宣公和宣江的计划被公子兽听到了 有的时候,你很难想象,同样在后宫长大的 有的人很残忍,很贪婪 有的人很仁慈,很有爱 整个春秋历史上最糟糕,最残忍,最愚蠢的魏宣公 偏偏有两个最好的儿子 上天很公平吗? 上天很不公平吗? 按理说,公子兽将是杀死吉子的最大受益者 因为吉子一死,他就是世子 可是公子兽根本就没有想自己要当世子了 他想的只有一点,哥哥不能死,我要救他 公子兽找到了吉子 哥哥,你快逃命吧 公子兽将宣公和宣江的阴谋一口气告诉了吉子 他知道,只要吉子逃出魏国,到任何一个国家 以他的贤名,他都是受欢迎的座上兵 即便有一天自己继承了国君的位置,也可以还给哥哥 逆赴命求生,不可 左传是如此记载的 吉子如此说,意思是不听老爹的命令而求生,那是不行的 实际上呢,吉子知道这一切都是宣江的策划 他知道宣江恨自己,但是他还在内心深处爱着宣江 今生得不到,只好来生了,如果自己的死能让宣江高兴,那就是死了也值 公子兽再三恳求哥哥逃走,可是吉子坚持不走 坚劝不动哥哥,公子兽失望地走了 吉子临行的前一天,公子兽来为吉子践行了 兄弟两个一夜痛饮,都知道这是生离死别 虽然吉子是哥哥,但是润其酒量来,公子兽远在他之上 兄弟俩一杯一杯地喝着,也不知道喝了多少 吉子昏昏睡去 等到黎明来临,吉子从睡梦当中醒来 弟弟呢? 吉子问,公子兽走了 手下的人说,那我们出发吧 吉子下令,于是所有人整理行囊,准备上路 可是吉子啊,发现少了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啊?白毛 白毛去了哪里呢?什么人来过啊? 除了卫士,只有一个人来过,那就是公子兽 难道是弟弟偷走了? 吉子急了,他急忙令人去找公子兽 时间不长,手下人回报 公子兽带了随从,持着白毛,登船走了 啊?吉子大吃一惊,他比谁都明白 这将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呢?快上船 吉子下令 吉子匆匆上船,一路上吹出随从,快撑船 以便在到达新野之前赶上公子兽 船很快,可是吉子啊,还是嫌慢 将要到新野的时候,终于看见了公子兽的船 吉子松了一口气 还好,追上了 公子,不是追上了,是遇上了 随从提醒 吉子这才注意到,公子兽的船是迎面而来的 吉子放下的心又提了上来 他急忙让随从迎上去 将来船截住 两船越来越近 两船之间相隔两丈上下,相对而行 吉子手中持剑,纵身一跃,轻飘飘地跳到了对面的船上 吉子的随从都吃了一惊 但是没有人能够跳过去 只得眼看着两条大船之间越来越远 公子兽的船上,没有公子兽 只有十多个凶神恶煞般的壮汉 个个都在盯着吉子 手上拿着刀 吉子毫不畏惧 他扫视了一遍 见到角落里的白毛 你们杀了他 吉子问 那伙人有些诧异 怎么这个人上来就这样问呢 他怎么知道 他难道要为这个人报仇 那伙人点点头 他在哪里 吉子问 他有些不敢相信 一个人提过来一个人头 谁啊 公子兽 吉子哭了 一边哭一边说 弟弟啊 你这是何必呢 你死了 爹会伤心的 船上的人都提起了刀 他们紧张死了 杀了兄弟 大哥来了 从大哥刚才跳船的伸手 和眼前的从容来看 这分明就是一个超级武林高手 也许大家的命都要没了 如果他们知道他们要杀的 就是鼎鼎大名的 魏国第一剑客 公子吉子 借他们一个胆子 也不敢接这个活 吉子抬起了头 他要出手了 吉子没有出手 他开口了 你们杀错人了 该杀的人是我 不是他 吉子说 他说得很真诚 船上的人更加害怕了 来 杀了我吧 吉子说 更加真诚 每个人都怕得发抖 杀了那么多年的人 第一次有人要主动送死的 这肯定是个阴谋 求求你们 杀了我吧 否则你们是拿不到赏金的 吉子哀求起来 谁敢杀他 河水流得不快 但是水足够的深 如果不是在船上 那伙人早就逃跑了 如今无路可逃 只能发抖 杀了我吧 吉子很急 他大吼一声 向那伙人走去 为首的一个慌了手脚 他以为吉子要向自己攻击 情急之下 绝望地将手中的刀 向吉子砍来 刀光 血光 吉子倒在刀下 那伙人半天才回过神来 他们真的没有想到 这真是一个自己来送死的人 这些人是一伙在江湖上混的江阳大盗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要杀的人是谁 只是有人出了赏金 让他们杀人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他们杀的是魏国的两个公子 他们决定带上吉子的人头 多一个不多 可是万一吉子说的是对的呢 两个公子兄弟相爱 真相替死 魏国人为了纪念他们 就有了上面诗经里的诗 感慨啊 令人无限的感慨 人和人的境界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两颗人头放在了宣公的面前 他傻眼了 最出色的两个儿子 被自己同时害死了 而自己还要给杀死自己儿子的人银子 杀死自己的老子要下地狱 害死自己的儿子同样要下地狱 宣公昏了过去 宣江也昏了过去 要害吉子的是他们 可是真的看到吉子人头的时候 他们都后悔了 更令他们后悔的是 公子寿竟然也死了 与自己的两个儿子相比 宣公就是一坨屎 受了惊吓的宣公 不到半年就死了 害人者害己 如果真的有阴间 不知道宣公怎么见他两个儿子 公子朔几位 就是魏惠公 十年十五岁 魏惠公继位的第四年 也就是公元前六百九十七年 左公子谢 右公子侄和大副宁贵 为吉子抱不平 联合起来赶走了魏惠公 魏惠公逃往齐国 投奔舅舅齐湘公 那个时候 齐喜公已经轰了 赶走了魏惠公 左右公子 立吉子的同母弟弟全谋为君 现在有个问题 宣江怎么办 按常规 废为庶人 赶回老家 可是宣江是齐湘公的妹妹 而齐国是得罪不起的 因此 经过临时治安委员会的紧急磋商 决定请宣江搬出后宫 另行安置到一处豪宅 一举保卫 太后待遇不便 这样就行了吗 魏国人认为行了 但是 齐湘公有意见 原本 齐湘公是有帮助外甥夺回精卫的想法的 可是他有一个顾虑 因为他正向周朝王室求婚 而钱谋与周王私交很好 从这个角度说 暂时还是不要得罪了钱谋 但是不得罪钱谋不等于没有想法 钱谋有个童母弟弟 也就是吉子的弟弟 名叫昭伯 也叫公子舒 齐湘公想要保全妹妹宣江 还不想让宣江当寡妇 于是想出一个匪夷所思的主意来 让宣江嫁给公子舒 宣江是愿意的 至少可以不当寡妇 可是公子舒不干 尽管夫人刚刚死了 尽管宣江依然很风骚 可是那是他后妈 而且这个后妈还给老爹生了两个儿子 这不是乱伦吗 乱伦就乱伦 为了国家利益 就是乱伦也干了 国家利益永远大于个人利益 不是吗 在齐湘公和钱谋的双重压力下 公子舒把后妈娶回家了 事实证明 宣江真的很有女人的魅力 之后他们很恩爱 生了五个孩子 只是不知道这五个孩子 该叫卫会公哥哥还是叔叔 这五个孩子 老大棋子夭泽 老二公子深和老三公子毁 后来都当了卫国的国君 两个女儿 一个做了宋皇宫的夫人 一个做了许牧公的夫人 许牧公夫人又叫许牧夫人 诗经中的雍风载池 北风泉水都是他的作品 她是我国第一位女诗人 一个人先后嫁给了父子三个 生了三个诸侯和两个诸侯夫人 宣江的肚子还是很厉害的呀 卫国的荒诞剧并没有结束 在卫会公被赶走八年以后 齐湘公终于决定要把外甥给弄回国去了 齐国发兵了 卫国根本就不是对手 直接被攻占 于是左右公子被杀 前谋逃往伟大首都 投奔周王去了 而大富宁贵 逃到了秦国 卫会公复辟了 十二年之后 他怨恨周朝收留了前谋 于是攻打周朝 赶走了周慧王 立王子腿为周王 又过了六年 卫会公居功尽瘁了 他的儿子卫一公继位 这一年是公元前669年 卫一公继承了卫国的伟大传统 荒唐 与他的爷爷极端好色不同 卫一公一点也不好色 他只好一点 贺 卫一公是个很变态的人 他不喜欢女人 他疯狂地喜欢贺 他并不看重金钱 为了一直喜欢的贺 他宁可重金购买 于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许多人来献贺 后宫里宫女不多 贺多 比宫女还多 而宫女们的主要工作 不是伺候候妃们 而是伺候贺们 如果到现在来当个动物保护协会的会长 卫一公会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卫一公养了几百只贺 只要不出门 就跟贺们在一起游戏 只要出门 就带着贺们一同出去 贺们排成两排 井然有序 于是 只要卫一公出门 那就是天下奇观 如果仅仅是这样倒也不算什么 卫一公偏偏想象力丰富 他给贺们家官警觉 贺大夫 贺将军 贺夫人 等等 史记记载 卫一公好贺 贺有趁宣者 卫一公封的各种官爵 那不是虚的 是有相关待遇的 贺官员们出门 都要享受相应级别的待遇 比如公车 比如保卫等级 比如交通管制等等 贺夫人有自己的公事 卫一公还会灵性他们 做出些禽兽不如的事情来 这架势下去 贺一公恨不得生个贺宝宝就好了 死了好把宝座传给贺宝宝 每一次贺下蛋 贺一公都盼望着能够浮出一个人头贺身的天使来 如果有贺被灵性致死 贺一公就会以夫人的级别隆重安葬 贺一公一门心思在养贺上 百姓的死活就不闻不问了 百姓吃不上饭 贺却吃三针海味 将军打了仗 立了功 没有升迁 贺将军作为文职官员 却动不动长半戚 上朝的时候一战 贺比人还靠前 更可气的是 贺有的时候还骑在人的头上拉屎 怨声载道 除了贺 只要是人没有不恨卫一公的 其实啊 贺们也不是都满意卫一公 比如那些公贺们就很吃醋 卫贺公 卫国的人们都这么称呼卫一公 你说卫康书挺好的人 怎么生了这一帮一官禽兽的不孝子孙呢 报应啊 总是会来的 迟早都会来 卫一公九年 也就是公元前661年 北方的敌人 次敌 决定进攻卫国 他们穿越卫国北面的行国 大军南下 卫国全境震动 仰赫的卫一公也慌了 现在他知道 除了仰赫 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应该去做 征兵 练兵 虽然晚了 但是还是要去做的 可是百姓跑了 没有人来当兵 你平时不把老百姓当人 老百姓凭什么为你卖命啊 将军们一个个脱兵不肯出来 既然打仗也没有功劳 谁还愿意打呢 为一公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这些草民和将军 这个时候都不爱国了呢 都不肯为国效力了呢 都不为了大家舍弃小家了呢 难道保卫国家不光荣吗 为什么 卫一公怒斥他的大臣们 军号赫 赫可令击敌 史记里这样记载大臣们的回答 这个时候 大臣们也忍不住他们的愤怒了 是啊 赫将军什么也不用干 就是扭扭屁股白白羽毛 就比我们的军衔还高 工资还高 让他们上战场啊 各位爱卿 寡人知错了 怎么办 卫一公老实了 赶紧求救 怎么办 凉拌呢 大夫石其子应声打道 他是石雀的孙子 他经常在反思爷爷当初大义灭亲 是不是灭对了 因为大义灭亲的后果 他都看到了 怎么凉拌 这个时候 卫一公是真挤了 连讽刺也没听出来 老百姓第一恨你 第二恨你的鹤们 要保全你 就得把鹤们全杀了 舵巴舵巴煮熟了 做成凉拌菜给大家吃 以解大家心头之恨 石其子的凉拌 也就是这个意思 那还等什么 杀鹤 在老命和宠物之间 卫一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老命 历来的君王们都是这样 自己的命是命 别人的命不是命 鹤何姑呢 鹤将军 鹤大夫 鹤夫人 凡是鹤都惨遭毒手 哎 人身祸福相依 鹤身也是一样啊 屠杀 在鹤的历史上 这大概是最惨烈的一次大屠杀 凉拌鹤肉出街了 为国的老百姓们都抢着吃他们 那个时候不用担心情流感 其实鹤们能干什么呢 不管怎样 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 有人愿意为国效力了 凉拌鹤肉起到了效果 替罪鹤 典型的替罪鹤 卫国的军队凑在一起 只有不到两百姓战车 因为卫移工登基之后的九年里 卫国就没有练过兵 也没有兴添过战车 相反 原有的战车大量损坏 有人问 这么多军费干什么用了 很简单呢 都用在鹤身上了 买鹤 养鹤 羽毛保养 宫使钻车等等 哪一样不花钱呢 将军们也都不练兵了 干什么 有门路的养鹤 没门路的养鸡 反正都没闲着 这一百多姓战车 再加上几千号志愿兵 根本就不够鬼子打呀 到了这个时候 卫移工才想起来 赶快派人去诸侯国求救 完了 确实完了 九年来 卫国与诸侯国 基本上没有往来 职业外交官都退休了 没退休的 又没有外交经验 卫移工派了一批人出去 结果诸侯国的态度 基本一致 早干什么去了 你们不是有鹤将军吗 这下可好 凉拌鹤肉都没用了 只有两个国家答应 看看吧 一个是齐国 算是亲戚 另一个是宋国 两个国家算是 一一带水的传统友谊 可是远水不解尽渴 说来说去 还要靠自己 卫移工亲自带兵 北上抗战了 大概是觉得 赫夫人们都死了 自己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 卫移工 作战竟然十分勇猛 可是鬼子实力实在太强了 人多 而且各个强悍 乱刀一挥 卫移工也成了凉拌菜 一魂直追 赫夫人去了 歼灭了卫军 鬼子长驱直入 攻入魏国都城 之后残忍的屠城 放火焚烧 魏国公族仓皇难逃 一直逃到了黄河 多亏了宋国派船接应 这才逃过南岸 来到了朝义 清点人数 只剩下720人 此后 从贡义和滕义两地移民 凑够了4000多人 这才勉强 立公子硕的儿子公子申 为国君 就是魏代公 没几天 代公鞠躬尽瘁 再立代公的弟弟毁 为文公 魏国从此衰弱 再也没有能够恢复元气 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认真地反思一下 大义灭清 从大的道理来说 实确大义灭清 杀死了涵党夺权的周虚 那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我们来对照 被大义灭掉的周虚 和随后的魏国君主们 就会发现 周虚是不应该被灭掉的 周虚之后 魏国主要经历了魏宣公 魏惠公和魏夷公 魏宣公 除了营党和乱伦之外 什么也不知道 而周虚是一个会打仗的有为青年 魏惠公呢 他竟然率军攻打周王 并且将周王赶走 而另立新王 这比篡党夺权 更加大逆不道 与之相比 是周虚 对周王室的尊重 魏惠公攻打周王的原因 是周王收留了自己的哥哥前谋 与周虚相比 魏惠公的气量显得不够 当初魏宣公逃到了小国刑国 周虚也并没有出兵去捉他回来 至于仰赫的魏夷公 那就更加不能与周虚相提并论了 而更有说服力的 还有这样一个事实 周虚的爷爷魏武功 是康书以来魏国最出色的国君 正是在他的手中 魏国变得强大 并且将爵位从侯升到了宫 魏武功是怎样当上国君的呢 他就是杀掉自己的哥哥 而篡党夺权的 如果周虚没有被大义灭亲 很可能就是第二个魏武功 所以不要一听到篡党夺权 就以为是坏事 这一点 后面还会有很多的例证 俗话说 人挪活 素挪死 可是首都奔家 绝对是一件伤筋动骨的事情 在周朝的伟大首都 从西部搬到东面之后 中央的权威迅速衰落 诸侯们渐渐地开始 不尿中央这一壶了 诸侯们互相攻杀 目无王法 周王室的威望 江河日下 现在来说说周王室的地位变化 这样需要从周朝的祖先开始说起 最早从皇帝说起就太久远了 从后继说起也有些长 只说一点 周王室是皇帝的后裔 姓姬 与皇帝同姓 到宫流那一带 跟荣笛混居 什么是荣笛 上古时期 华夏族将周边的民族 按照方位分为四个部分 北边的是笛 南边的是蛮 西边的是荣 东边的是夷 后来常说南蛮南蛮 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荣笛就是西北的民族了 由于公流人品好 乐于助人 种粮食的水准又高 基本上就是雷锋 加袁隆平这样一个人 因此受到各族群众的拥戴 成为那一带的首领 到儿子庆节 周国正式成立 地点应该在今天甘肃一带 几百年后 到了古宫丹复那一带 荣笛起兵来攻打 要抢财物 古宫丹复给他们财物 之后荣笛又来 要抢地盘和人民 古宫丹复又要给他们 老百姓不干了 想要打仗 古宫丹复劝他们说 鬼子来打仗 无非就是要土地和人民 想想看 大家都跟着我也是过 跟着他们也是过 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大家为了我而战斗 为我死那么多人 我不忍心 多么伟大的秦朝啊 就是华盛顿也比不上了 古宫丹复带着自己的家属走了 一直来到了陕西 百姓们也都追随他去了陕西 在那里 周围的部罗们知道 古宫丹复十分贤明 也都过来归附 于是 古宫丹复修筑城墙 建立官府 为民服务 说起来 算是真正的公仆 古宫丹复的大儿子 叫泰伯 二儿子 叫于仲 小儿子 叫纪丹 纪丹的儿子 叫姬昌 大家都看好他 于是泰伯和于仲 为了把王位让给纪丹 双双逃往南方 后来建立了吴国 成为吴国国君 这是后话 后来 纪丽继位 纪丽之后是姬昌 也就是周文王 周文王发明了周易 据专家考证 这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预测学 现在世界上有许多周易研究会 夜以继日地想搞懂几成 在可预见的将来 这个研究还将继续下去 没有周易 后世的帝王 连坟帝选在哪里 心里都没谱 也就没有今天看上去 宏伟壮观的这林那林了 甚至连故宫都可能盖得乱七八糟 所以周文王的出现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周文王可没有他爷爷那么慈悲 先后多次讨伐戎敌 让鬼子闻风丧胆 文王之后呢 武王灭了商朝 建立了周朝 需要提醒的是 据传文王有九十九个儿子 后来分封各地 成了许多姓氏的祖先 在汉族常见的姓氏当中 大概有一半是出自文王后代的 或者说当今的中国人 几乎人人身上都流着周文王的血液 读到这里 大家最好保持恭敬的态度 举个例子 当年国共两党打得不可开交 毛泽东 周恩来 与蒋介石 宋子文 形同水火 其实 若是大家坐下来叙叙旧 讲讲历史 就会发现 大家都是周文王的子孙 甚至周恩来和蒋介石 还都是周公的后代 大家本就是一家人嘛 所以经常讲讲历史 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的 当时的周朝是很强大的 没有人可以对抗 建国之初 诸和国一个个都很老实 谁不老实就伴谁 那个时候 四面的民族也都很老实 东夷很快就被消灭了 成了江太公的臣民 也就成了华夏族的一部分 一部分逃走的 大致呢 渡海去了朝鲜 所以中朝一家亲嘛 本来就是一家 南蛮在楚国的打击下 很快就服服帖帖了 天上九头鸟 地下湖北老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 说起来的 戎狄呢 说起来话就长了一点 按照史记的记载 戎狄狄们原本是 夏朝的遗族 也就是说 他们跟夏朝 原本是一个民族 说来说去 那也是炎黄子孙了 而戎狄是匈奴的祖先 匈奴又是之后 北方民族的祖先 这么说来 什么蒙古族啊 朝鲜族啊 女真族啊 等等 实际上也都是炎黄子孙 没什么可争议的 周朝初期 戎狄狄是要进贡的 叫做荒芙 后来到了周末王的时候 有两个爱好 第一呢 喜欢旅游 第二 喜欢打仗 周末王旅游的事迹 就不多说了 他喜欢西部旅游 是如今西部旅游的主师爷 他曾经西部旅游到天山 亲自会见了西王母 打仗的事情呢 说一说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看荣笛不顺眼 非要打人家 谁欠也不行 于是就打了 荣笛一看大军打过来 一个个都跑了 穆王只抓了四头白狼 四头白鹿回来 大概这八样东西啊 是荣笛的吉祥物 相当于我们的奥运福娃 为什么咱有五个奥运福娃呢 来源应该就是荣笛这里 抢了人家的吉祥物 人家当然不干了 就像谁抢了咱那五个福娃 咱也不爽啊 史记记载 从那以后 荒浮不至 不进贡了 不仅不进贡了 还跟你打游击了 到宣王的时候 又要打荣笛了 结果这一回连吉祥物也没抢回来 反而打了败仗 从那以后 荣笛就彻底不怕周朝了 到了幽王的时候 荣笛就攻破了伟大首都 幽王也被杀了 于是平王迁都落役 说来说去啊 不该抢人家的吉祥物 周平王迁都 虽说一时太平无事了 但是也失去了诸侯的尊重 为什么呢 你堂堂一个周朝天子 竟然被小鬼子逼得迁都 兄弟们的颜面往哪里放啊 你要不行 你支一声啊 搁几个帮你把小鬼子办了 不就行了吗 眼看大家都靠不住了 周平王这个时候 只能依靠一个人了 谁啊 郑庄公 郑国仅挨着洛邑 有实力 而且是诸侯里面 最近的亲戚 亲上加亲的那种亲戚 不仅仅是堂弟 还是表弟 可是啊 有一个问题 郑庄公呢 有日子不来了 在家里对付书段呢 周平王心里就有些不舒服 心说 你是个中央领导人啊 不能总是拿着中央的工资干私活啊 你这不是站着毛坑不拉屎吗 正在这个时候 果公继父从果国来了 说起来 他是那个果师傅果总理的儿子 当年果总理给幽王出了烽火系诸侯的主意 后来自己也幸福地被犬荣给剁了 也追认烈士了 不过 他的儿子就不再担任中央领导人了 平王跟果公聊得挺投缘 平王有了一个想法 老果啊 你看老郑这么多年来担任总理职务 时间长了 难免有些懈怠 平常啊 也不来中央办公了 我看 你就继承你爹的遗志 取代老郑 担任总理吧 这 这 这绝对不行啊 本来好好地说话 听平王这么一说 吓得果公说话都不利索了 有什么关系吗 大王啊 老郑人家那是实力派啊 我要是夺了他的权 那他不仅怨恨我 也会怨恨大王啊 我这诸侯还想不想干呢 果公说得实在 自己啊 是个小国 惹不起 当天晚上 果公急忙溜了 他怕夜长梦多 万一平王非要自己取代郑庄公呢 还是跑了最放心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看上去越是坚固的墙 就越是透风 按理说呀 天子与陈子的对话 应该是严格保密的 可是郑庄公在第二天 就知道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毫无疑问 有人以快马加急的方式 向他汇报了工作 郑庄公是什么人呢 别忘了 他是春秋第一位猛男呢 于是郑庄公去中央了 他要干什么呢 辞职 大王 您看啊 我家里呢 有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总是脱不开身 再说了 能力上也有问题 您呢 就让我辞职吧 省得站着毛坑不拉屎 郑庄公很诚恳地 向平王提出辞职 兄弟啊 这怎么行啊 好久不见 我正想你呢 咱们多聊聊 平王挽留 自从果公给吓跑之后 平王认真思考过 思考的结果是谁都能得罪 就是不能得罪郑庄公 他还庆幸呢 庆幸果公没有听自己的 大王啊 听说您连人选都看好了 据说是果公是吧 我也觉得他很合适啊 他爹不就当过总理吗 说实话 他的能力比我强多了 郑庄公说得超真诚 平王有些慌了 他看不出来 郑庄公是说得真心话呢 还是在讽刺自己 说实话 没人知道 甚至郑庄公本人也说不清 一方面呢 他是有些愤怒 另一方面 他还真不想干了 嗨 我说呢 怎么好好说的就要辞职 原来是误会啊 误会 我的意思是 老弟不在的时候 果公临时来帮个忙什么的 算是戒调 老弟 你一回来啊 那也就主动让位了 再说了 能力上 他怎么能跟老弟相比呢 问题是这样的 你越是挽留 他就越想走 他越想走 你就越是想挽留 郑庄公咬死了 一定不干了 说什么也没用 平王一看不行了 怎么办呢 兄弟啊 你看 四十多年了 郑国对中央的贡献 那是巨大的 我叔 还有兄弟你的贡献 那是没人能比的 如今 出了这么个小小的误会 也不能怪你不信任我 这样吧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 我让太子去郑国当人质 你看怎么样 平王这个人 整个就是遗传了他老爷的二愣子脾气 一急了 什么搜主意都敢想 什么后果都不管 他说交换人质这样的事情 原本是诸侯国之间的事情 大家级别相当的 就算是诸侯国 关系清静一点的 也都不玩这个了 现在天子要跟诸侯交换人质 而且动不动就派太子做人质 这不是太荒唐了吗 郑庄公是什么人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行 第二反应是绝对不行 一来这样要挨骂 二来太子这样的人质 那哪是人质啊 就算平王今后把自己给吵了 自己能把太子怎么样 第三 太子去了郑国 那还不得供着呀 供好了就算了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怎么交代呀 大王 这千万舍不得 知道的说是大王主动提出了 不知道的是说我要挟大王 大王要我留下来 那我就留下来好了 这用太子做人质的事情就免了吧 郑庄公不傻 这烫手的三语绝对不接 其实到这里啊 平王是成功的 又表达了自己的诚意 郑庄公也让步了 如果建好就收 那就完美了 可是平王啊 那是个二愣子 当初迁都也就一拍脑袋 如今又拍了脑袋 你越推辞 他越来劲 不行 其实我让太子去做人质啊 还有别的意思 郑国现在是模范国家 国家治理的好 我也让太子去现场学习一下 算是留个学吧 就这么定了啊 这一回 平王是真的下定了决心 不容郑庄公再说什么 说完话 直接开溜了 郑庄公现在是推武可推啊 暗中叫苦 本来呢 是来讨公道的 谁知道 讨回去个烫手三语 怎么办呢 回到总理官邸 恰好在足跟着来了 俩人一商量啊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把自己的侍子先弄过来 至少吧 算是个交换人质 就这么着 郑庄公侍子几乎来到周朝做人质 平王太子几乎 随后去了郑国当人质 周郑交质 这是一个标志 标志着周朝的权威下了一个台阶 他们已经自己给自己降格了 消息传出去 天下诸侯对周朝更加不放在眼里了 周平王在位第五十一年 也就是公元前七百二十年的时候 终于崩了 总理郑庄公和人大委员长周公黑奸 共同引请太子胡登基 太子胡从郑国回来 那时候他也快五十了 身体还不太好 在平王临前痛哭 结果这一哭啊 就哭昏过去了 这一昏过去呢 就没醒过来 也崩了 于是太子胡的儿子姬林继位 就是周桓王 周桓王很年轻 就因为自己老爹 被派去郑国做人质这件事情 他对郑庄公一向没有好感 他决定吵了他 吵他之前呢 桓王找来周公商量 周公劝他 忍忍吧 郑侯没犯什么错误 对国家还算尽力 可是桓王不愿意忍了 毕竟他还年轻 第二天早朝 桓王也没客气 上来就宣布 郑侯岁数已大 辈分又高 本王不忍心 让他老人家天天来上班 回家养老去吧 多谢大王 老陈早有这样的想法 郑庄公谢了恩 回到总理官邸 要紧的东西收拾一遍 当天就回郑国了 其实呢 庄公也未必就愿意 在这里当中央领导 退休回家也没什么问题 关键是 你不要这样生硬地 让人家走啊 那太没面子了 比如黄王给庄公 搞个生日晚会 把侯爵 竟极为公爵 反正也不要成本 这个时候 好好跟人家说 庄孙子就庄孙子 何况本来也是孙子 那样的话呢 郑庄公走的也有些面子 今后有什么事情 还能照应你 多好啊 邹朝为什么后来不行了呢 跟这些混账天子啊 太有关系了 郑庄公灰溜溜地回了郑国 大伙一看就知道心情不好 一问 原来是被黄王这孙子 给赶回来的 大伙就急了 这不是忘恩负义吗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主公 咱们立即出兵 攻打洛义 废了那孙子 大府高取迷 第一个不干了 就要出兵 不行 攻打周王 那不是造反吗 银考书不同意 是啊 地方打中央 那是与理不通啊 庄公基本没搭理他们 这样考自商的问题 只有在族才有办法 攻打周王那肯定不行 可是就这么忍了呢 那心情又不爽 我看啊 不如出兵到翁 就说今年欠收 朝代借粮 如果不借 那就是不够意思 如果借了 咱们再私自大开口 让他们难受 果然 在族的主意就是好 翁是周朝的自留地 不打络意 而在翁闹事 意思就是你让我不爽 那我也让你不爽 主意就这么定了 在族亲自率军到了翁 之后向翁成大府 开口借粮 翁成大府也不是傻瓜 再加上事先 有内参一类的东西过来 说是要提防郑国报复 因此 翁成大府呢 既不借粮 也不开城门 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我就当没看见 在族一看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不借 麦子就在地里 你不借 我们自己割 在族下令 来之前就给每个士兵 发了镰刀 这个时候 正好用上 正是麦首季节 郑国军队呢 就将翁的麦子给割了 怎么个割法呢 只割麦碎 不割麦杆 否则运不了 翁成大府在城楼上 干瞪着眼看 很生气 但是打不过呀 割完麦子 郑军回去了 再看麦田里 麦子还是那么高 就是没头了 你这不气人吗 又过了三个月 在族 赵方拿药 把陈州的早稻 给割走了 抢了麦子 抢了稻子 周桓王不知道吗 他当然知道 我要讨伐郑国 桓王大怒 大王 算了 不就是一点麦子吗 就当喂狗了吧 一来 喂点麦子就打仗 事情太小 让人笑话 二来 割麦子是郑国的边防军 说不定老郑啊 根本就不知道 三呢 咱的军队常年不打仗 哪里是郑国的对手啊 周公黑奸 第一个出来反对 桓王想想 也有道理 再问大家 没人赞成出兵 这下没办法了 出兵的事情 就算没说过 桓王让周公 给各地下一道诏书 基本的内容就是 有贼 看好自己的麦子 家门口的麦子被抢 却只能忍气吞声 哎 天下诸侯都在为周王室叹气 武术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 所谓用鲜血凝结成的友谊 往往是靠不住的 所谓的同志加兄弟 往往是要忽悠你的 用得着你的时候是兄弟 用不着的时候呢 就是隔壁二子他舅舅 历史就有这点好 让你在看完它之后 能够对现实感到坦然 感到释然 郑国与周朝的关系 那是超越于一般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 他们是真的兄弟 他们曾经患难与共 互相帮助 没有周朝 就没有郑国 没有郑国 周朝也会不同 可是即便是这样 该忽悠的时候 还是要忽悠 谁也不会客气 周朝的反应 让郑庄公很意外 他原本担心中央军会来讨伐 或者给个免去 爵位留职查看的处分 至少给个名义上的问责什么的 他已经让在主 朝拟了一份情况说明 和一份检查 看到时候用哪个 可是周朝竟然没有动作 似乎丢了麦子的不是他们 而是对门的老张 宽容啊 郑庄公有些感慨了 中央就是中央 宽容大度啊 这些小错误就不追究了 中央不追究 地方就要反省了 人就是这样 你来硬的 我跟你对着干 你来点怀柔的 宽容的 他就不好意思了 老在啊 看来咱们做错了 郑庄公对在主说 这是他第一次批评在主 主公 知错能改 散漠大烟 咱们知道错了 就上门去道歉吧 道歉也是个沟通的好办法呀 在主总有办法 坏事也能变成好事 好 就这么定了 郑庄公结的这个主意不错 正好自己也有些怀念 在伟大首都的日子 于是决定亲自去络绎朝拜 向周桓王示好 还有 首都的葱油饼也令人向往啊 就在庄公准备启程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情 宋国的公子冯避难来了 浑身是血的来了 原来 庄公把小陈长阁给了公子冯斩住 谁知道 宋军以闪电站攻占了那里 公子冯死里逃生 逃了回来 郑庄公火了 当初周续五国联军讨伐郑国 宋国就是最卖命的 如今又占领了我们的城池 那不是骑在老子头上拉屎吗 没错 公子冯是你们宋国的功名 可是人家在我这里也有斩住证啊 也有无罪证明啊 凭什么你们就要过来捉人呢 你们以为你是谁啊 国际警察吗 老在 我要办了宋国 你有什么好主意 庄公是真的大怒了 在主笑了 他一向是个讲究效率的人 一向认为出一趟差 应该多办几件事 主公啊 这一下伟大首都多了一件事情了 在主说 先办宋国 后去罗毅 庄公兴说 老在啊 怎么把我的话给插开了呢 不然 打宋国没那么简单 首先 宋国爵位比咱们高 咱们是侯爵 人家是公爵 其次 宋国也不是好惹的 他们这些年年年都在打仗 虽然战绩不佳 但是经验丰富啊 依我看啊 这件事情 必须要打着中央的旗号 号召各方诸侯 前去讨伐 名震言顺 而且人多势众 要办宋国 那就容易多了 在主就是这样 想什么都想得很周到 在主为什么那么聪明呢 经常洗脚很重要 郑庄公和在主 去了洛毅朝见周皇王 两件事 第一件 表达歉意 第二件 希望周皇王下旨 让郑国率领联军 讨伐宋国 两个人带够了礼物 兴高采烈地去了伟大首都 周皇王听说郑庄公来了 大吃一惊 心说 这个不要脸的来干什么呀 没办法 既然来了 说什么也得见见啊 于是郑庄公朝见皇王 爷孙俩人相见 都是皮笑肉不笑 庄公把礼物献上 皇王啊 一眼都没看 就令人收了 寒暄已闭 皇王先说话了 郑国今年收成如何呀 托大王的福 今年天气好 收成也好 哦 那就好 温的麦子和陈州的早稻 我们能留下来自己吃了 皇王冷笑道 他压根就没准备 给郑庄公好脸色看 郑庄公是什么人呢 话到这里就知道 这趟算是白来了 再说下去 那非翻脸不可 于是找了个肚子疼之类的借口 退了出来 回到国宾馆 在族联盟来问 主公 怎么样了 白来了 郑庄公把经过一说 说皇王毫无善意 别说下旨打宋国了 就是缓和关系都没有可能 在族一听 也没有办法 照理到了晚上 皇王就该辞宴 带着大家吃吃野味 看看胡人歌舞 唱唱卡拉OK之类的 可是 皇王连这都没做 没办法 晚上在族 只好领着庄公 找个地方洗脚去了 第二天 皇王派人送来石车骨子 说是给纵国用来备战备荒的 省得到时候再跑那么老远 来割麦子 郑庄公哭笑不得 皇王这孙子也太过分了 可是这是人家的地盘 给你东西你还得接着 不带走还不行 可是堂堂一个诸侯啊 前任总理 算起来还是天子的爷叔 就赶着石车骨子回去 丢不丢人呢 正在发愁 周公派人来了 原来周公知道皇王羞辱郑庄公 不仅不款待 而且还给了石车骨子 为了补救 周公自己准备了两车绸缎 给郑庄公 看见绸缎 赛逐乐乐 笑什么呀 这比骨子还值钱 庄公问 天下人都知道 郑庄公来首都了 就算有两车绸缎 也掩盖不了 那石车骨子的羞辱啊 主公 你先洗个脚 看我怎么处置 赛逐让人伺候 庄公洗脚 自己出去了 洗完脚 庄公出来看 不看则已 一看 大吃一惊 为什么呀 骨子不见了 只剩下石车绸缎 赛逐总是有办法的 要记住这一点 赛逐总有办法 可是 怎么变出石车绸缎了呢 那个年头 还没有变魔术的 赛逐也变不出来 他 有他的办法 赛逐把两车 周公送的绸缎打开了 都盖在石车骨子上面 于是 就成了石车绸缎 就这么简单 这有什么用 实际上不还是石车骨子吗 庄公不解 不然 咱们就这么赶着车回去 谁知道这里面是骨子呢 咱们一路上就说 周王十分忧待 送了石车绸缎 同时 令我们组织联军 讨伐宋国 你要是赶着石车骨子回去 说周王任命你为联军总司令 那傻瓜才会信 可是石车绸缎 那就不同了 那多贵重了 庄公一听 嘿 真是好办法 咱不是中央军 咱冒充中央军还不行吗 第二天 郑国使团离开了洛伊 一路上到处招摇撞骗 看见没有 周王给的石车绸缎 令我们组成诸侯联军 讨伐宋国 全天下很快都知道这个消息了 那时候没有电报 更没有互联网 消息主要靠人来传 一传十 十传百 大家都信了 没人想到这是假的 就这样 郑庄公回到镇国 立即派遣各路特使 前往通报各路诸侯 假传周桓王甚至 有人说没有预袭怎么办 那简单 找个罗吧 自己磕一个不就行了吗 于是 齐鲁两个大国响应 约好出兵 其实 鲁国和齐国 跟宋国的关系都不错 原先也假模假样 签了个互不侵犯条约 无奈 郑国在假传圣旨的同时 承诺夺得诚实 归这俩国家 于是 他们动心了 国际事务当中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样的道理 春秋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 而假冒天子 以令诸侯这样的策略 那是郑庄公和债族的发明 后世代代相传 后来美国人动不动 搞个联合国军 其源头就在这 后来 联军在郑庄公为核心的 领导团队的英明领导下 取得了对宋战争的巨大胜利 这是后话 后面我们会介绍 郑国冒充中央军 讨伐宋国之后 天下就知道 郑国是在假传圣旨了 齐国和鲁国得了便宜卖乖 说自己也是受害者 周皇王气得够呛 大骂郑庄公是个骗子 可惜那个时候 没有新闻发布会 否则就开新闻发布会 谴责郑国了 转眼又过了五年 这五年 郑庄公再也没有去过洛义 上次去给了石车骨子 跟打发叫花子一样 谁还去 偏偏你不去 他还想你 五年不来百年了 五年 孩子都生一堆了 郑国离得那么近 竟然不来朝外 这简直是目无中央嘛 周皇王拽着官腔说 他很生气 天子生气是什么后果 秦始皇后来说过 浮尸百万 流血千里 说白了 就是战争 周皇王决定讨伐郑国 连当年冒充中央军的仗 一起算 听说要讨伐郑国 周公赶紧劝 皇王不听 顶替了郑庄公总理职位的果公 也劝 皇王也不听 既然最高领导人下了决心要打 那就打吧 想想看 假冒天子已令诸侯都那么大威力 真天子号令诸侯 那不是更有威力吗 冒充中央军都能打胜仗 真中央军打假中央军 还会有问题吗 您别说 还真有问题 天子被人假冒过了 基本上就不值钱了 中央军被人冒充过了 战斗力也就打了折口 所以假冒伪劣的害处是很大的 周皇王给各路诸侯下了动员令 结果呢 几个大国中 秦国正抗荣呢 没时间 晋国正内乱呢 没精力 齐国和鲁国 正准备联姻办喜事呢 没兴趣 至于那些小国 有装傻的 有冲愣的 总之 能不来就不来 费了半天劲 只有蔡国 陈国和魏国 表示服从中央 起兵驻战 仗还没打 周皇王已经输了一阵了 堂堂天子啊 号召力也就这样 还不如魏国正国这样的诸侯国 怎么办 周皇王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 不打 那以后更没有人听他的了 所以只能打 而且只能打赢 不能打输 打赢了 可以借机 重述权威 打输了呢 周皇王不敢去想 正因为如此 皇王决定 御驾清真 赌博啊 这就是一场赌博 就像一个炒股被套的 他拿出更多的钱来博 而往往 他会输得更惨 郑庄公三十七年 也就是公元前七百零七年 周朝军队会同魏国 蔡国和成国军队 进攻郑国 直逼行阳 周皇王亲自带队 周公和果公也都随军 郑国万万没有想到 周皇王竟然搞这么高的规格 来打自己 用句现代话说 那是五套班子都到齐了 郑庄公紧急召开大会 讨论眼前的形势 基本上是老套路 大臣们分为主降派和主战派 经过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 最终主战派占了上风 大家达成共识 打 而且要快打 以免带来国际舆论的压力 在族开始安排工作 首先了解联军战力部署 根据谍报 联军分为三路进攻 左路是成国军队 由周公指挥 右路是魏国和蔡国军队 由果公指挥 中路是周朝中央军 周皇王亲自率领 三路军中成国战斗力最差 而且主帅周公根本就不想打 属于不思进取的那一类 右路魏国和蔡国军队中 蔡国军队很菜 可以忽略不计 魏国军队有一定的战斗力 但是战斗欲望不强 中路是联军精锐 属于周朝正规军 其次确定我方打法 正军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 右路军由大副曼博率领 以精锐部队冲击对方 左路成国军队 要求击溃对方 在击溃对方左路军之后 左路由高曲弥率领 稳扎稳打 进攻对方右路的魏国和蔡国军队 重点进攻蔡国军队 待蔡国军队溃败之后 合击魏国军队 在击溃对方两翼之后 左右两军向中央合击周朝军队 此时 周军必然后侧 这时候 郑国正面军队 由郑庄公亲自指挥 追击周军 在竹的想法很清晰 对成国军队 以击溃为主 赶走了是 对魏国军队 勿求全奸 对周朝军队 警告为主 在竹在这里 就像一个炒股的高手 把怎样建仓 怎样拉伸 和怎样建立好出货 都考虑得清清楚楚 现在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了 他们也知道 此战 只能胜 不能办 一旦失败 那么每个人的罪名 就会很重 每个人都会死 而每个人的子孙后代 就只能当奴隶了 郑国军队出动了 他们在城外 安下大营 与连京对垒 第二天 连军列阵 等待郑军出来厮杀 按照那时候的规矩 郑军也应该出来列阵 决以死战 可是规矩是人定的 也是被人利用的 郑军根本就没有动静 大营迎门紧闭 拒不出战 黄王有些郁闷 他也准备好了一套说辞 要在阵前痛斥郑庄公 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郑庄公根本就不出来 看看一个上午过去了 连军是又饿又渴 郑军还是不见动静 黄王正在考虑是撤退 还是强攻郑军大营 还没考虑好 就听见郑军营中一通战鼓 紧接着郑军大营 又一营门打开 郑军战车呼啸而出 狐猎阵不打话 猛虎下山一般 直扑连军左军 陈国军队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 没等到郑军杀到 纷纷逃命 连军左路军直接溃败 黄王大吃一惊 急忙下令中军左翼 防止郑军冲击 还没等黄王定下神来 郑军大营左路杀出 这一路更猛 直奔魏军和蔡军阵敌 魏军还能抵挡一阵 蔡军则是一溃到底 之后郑军合击魏军 魏军大败亏输 死伤无数 两翼都晚了 郑军左右合击 中军银门大开 大部队从正面杀来 到了这个时候 黄王知道 这个仗没得打了 撤吧 有人说呀 自古以来都是让列宁同志先走 或者让领导先撤 这话是错的 黄王命令后队变前队 先撤 前队变后队 在后面掩护 而他自己 在最后面 合击合击 郑国军队基本上是合而不击 追击追击 郑国军队也是追而不击 人家给你面子 放你一条去路 你就识趣点 快走吧 可是黄王啊 有点不识趣 看人家不追上来 还以为是怕了他了 于是 慢慢腾腾地走 一边走 一边破口大骂 老贼 有种的出来 我与你决一死战 黄王大声骂道 如果说郑庄公 在族 还对黄王有所忌讳的话 郑国的将军们 可不管那么多 他们只对庄公负责 你黄王算什么呀 如今给你脸不要脸 那还客气什么 大将祝丹 真攻大剑 也不去想后果 瞄着周黄王 就是一剑 周黄王正在那里骂得起劲 冷不防 看见一只剑飞过来 想躲 没躲开 那只剑 就扎在了肩膀上 哎呀妈呀 黄王现在不骂了 他发现对方来真的了 怎么办 跑吧 黄王的战车狂奔起来 很快追上了大部队 后面正军又是打鼓又是呐喊 就是不追 眼看把周王的部队给放跑了 周黄王挨了一剑 还好身上的甲比较厚 对方的剑也远了点 因此也就是破了点皮 没有大碍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 打下去还是撤军 陈国军队溃散了 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蔡国军队也溃散了 也都找不到人影了 魏国军队被消灭了一半 还剩下一半 只有周朝的军队还在 那是人家没好意思打你 打是打不过了 撤呢 又太没有面子 黄王这个时候后悔当初 没听周公和果公的 可是后悔有什么用呢 正在这个时候 郑庄公派人来了 谁啊 赛竹 赛竹来干什么呀 送粮食来了 除了粮食 还有牛羊 大王 这个事情是个误会 大王讨伐诸侯 那是应该的 我们主公原本啊 要说闭门反思一段时间 谁知道 手下的几个大将不懂事 私自就出来打仗了 据说还伤了大王 我们主公已经把他们给撤了 又派我来给大王赔罪 顺便劳军 如果大王赏脸 请进城歇息 再逐多会说话呀 说出来不卑不亢 有礼有利有节 原来啊 听说射伤了周桓王 郑庄公也有点害怕 大家一商量 说桓王肯定也想撤军 干脆给他个台阶 大家好办 于是就派再主来了 台阶有了 下还是不下呢 不下就怪了 就这样 周朝中央军撤军 中央军回国 桓王很憋气 被诸侯打败 令他很没有面子 于是他决定要二次讨伐 各位 我准备再次征召天下诸侯 讨伐郑国 桓王召集公卿们 再一出征 一片轰然 大家都笑了 桓王很没有面子 大王 我看就算了 这次打输了 好在郑国还给个台阶下来 赔礼道歉 我们呢 也算保住了颜面 事情也不算闹得太大 本来嘛 天下没多少人知道 我们战败了 您这再一次征召 那人人都知道了 那可就是光屁股拉末 转圈丢人了 周公率先反对 桓王没有说话 兵败之后啊 他也没那么足的底气了 周公说得对 上次征召诸侯 就没几个响应的 若是这一次啊 一个也不来 那不更丢人吗 国公也这样说 唉 散会散会 桓王叹了一口气 认栽了 从那以后 一直到崩 桓王 再没有提过一个政治 说起来啊 讨伐郑国失败 已经不是中央政府 第一次出兵失败了 穆王的儿子 宣王 曾经讨伐荣 结果失败了 导致荣的力量迅速增长 而穆王的爹 赵王 曾经向南讨伐楚国 却在渡江的时候 沉船而死 其后果是 楚国此后 彻底脱离中央 而处于独立状态 说到了楚国 就不能不继续说下去了 楚国在南方 建国在京 也就是今天的京州 国都丹阳 也就是今天的枝江 按照惯例 还是从祖先开始说起 最上面呢 还是皇帝 我们这边就裂过不说了 再后呢 因为在点火和燃料方面 有专长 被封为祝荣 祝荣是什么呢 就是中华上古传说的火神 在古代 如果有人告诉你 祝荣光临你家了 你就该哭了 因为你家着火了 这个祝荣啊 就是楚国的祖先 所以懂得一技之长 是很重要的 祝荣的儿子叫陆宗 陆宗娶了鬼方国君的女儿 鬼方是哪里呢 历来说法不一 有的说在西北 有的说在西南 总之 那个时候 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 鬼方的公主很厉害 一胎怀了个六胞胎 这在今天啊 也是世界纪录了 六胞胎那是什么概念 肚子大的几乎要爆炸 顺产是不太可能的了 于是剖腹产 实际记载叫做 撤剖儿产烟 也不知道谁动得到 一刀下去 左边生了三个 还不行 再来一刀 右边又生了三个 这证明啊 在中国的远古时期 就掌握了剖腹产的技术 六个孩子都是儿子 而且个个健康 不仅个个健康 而且个个有出息 老六名叫纪连 姓米 商朝末期 纪连的后代叫玉熊的 那是相当的厉害 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卖的意思 所以玉熊翻译成今天的意思就是 卖熊的人 换到今天 那就是偷猎者 玉熊的后代就姓熊了 卖熊的人呢 就姓了熊 那么姓马的祖先 是不是卖马的呢 不能这么简单的推理 按理说呀 卖熊是体力活 卖熊的人 没什么头脑 可是玉熊 不一般 他很有学问 周文王 周武王 都曾经向他请教 史记当中记载他呀 子氏文王 也就是文王的干儿子 武王的干哥哥 到周成王的时候啊 分封一部分先贤的后代 为诸侯 于是玉熊的孙子的儿子 熊义 被封在了楚 子爵 熊义那个时候 还留在伟大首都 辅佐成王 把楚国给儿子管理 楚国那个时候 属于金蛮之地 还没有开化 熊义是许多姓氏的始祖 熊 苗 楚 上官 武 蛆 攀 斑 扎 庄 盐 卓 墨 锦 成 等姓氏 都是熊义的后代 请以上姓氏的读者 保持恭敬 什么叫做天高皇帝远呢 那个时候啊 该叫天高周王远 什么叫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啊 周朝的子弟和大功臣们 当初都被封在了中原 那时候黄河流域啊 还是青山绿水 因此他们都很富足 但是有一样 他们没有发展的空间了 更糟糕的是 他们处于王室的监控之下 缺少自主权 而楚国不一样 深处金蛮 周王懒得管 也没法管 向南 向西 向东 大把土地可以侵占 大把人民 可以征服 带着中原先进的文化 雄义的子孙 在金蛮之地 如鱼得水 没有人是他们的对手 他们不用去理会 周朝的那些破规矩 不用去理会 中原诸国的勾心斗角 他们一门心思啊 向外扩张 楚国很快占领了湖北大部 之后湖南大部 实际上 楚国很快成为诸侯国中地盘最大的国家 楚国也是当时中国最为好战的国家 如果连续七年不对外侵略 那就是他们的奇耻大辱 当他们的邻居是很痛苦的事情 因为他们就像老虎一样 随时需要找人磨牙 周朝王室基本上忘掉了还有这样的一个诸侯国 中原诸侯则根本不屑于与落后野蛮的低级国家 楚国大交道 到了周以往时期 周朝王室的号召力已经大大减小了 楚国则到了熊渠做国军的时代 我蛮一眼 不与中国之好意 这是史剧当中的记载 熊渠那天站在城楼上高呼 什么意思 我们是蛮子国家 不接受周朝的封号 分裂诸国 简单的说就是分裂诸国 简称楚独 熊渠说到做到 他很气愤 自己那么强大的势力 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子爵 他决定自己不仅要当王 还要当王他爹 不仅要当王他爹 还要当三个王他爹 熊渠自封为楚王 将三个儿子都封为王 大儿子熊康被封为沟丹王 二儿子红为鄂王 这个鄂就是湖北的简称鄂 小儿子子词为岳章王 不过熊渠还是有些心虚 到周立王的时候 由于立王十分暴虐 熊渠害怕了 他怕立王来讨伐自己 因此自觉的取消了王号 第一次楚独算是失败了 让熊渠觉得没趣的是 不管是宣布称王 还是取消王号 都没有人搭理他 完全是自谈自唱 时间来到了熊通 为楚国国君的年代 熊通很不爽 因为他不是王 世世代代过去 很多诸侯的爵位都省了 可是楚国还是自觉 他在等待时机 他要当王 那一天 有个人从洛邑回来 事实上 楚国在洛邑一直有间谍 或者叫做驻金办 当然是地下的 对于中央的精神 尽管没有什么约束力 但是还是要随时关注的 主公 周皇王讨伐郑国 结果被郑国打得满地造牙 狼狈而逃 如今皇王再也不提讨伐郑国了 白挨打了 驻金办主任是这样汇报的 熊通笑了 原来周王使就这么一点料了 老子要当王 熊通说道 他要搞楚毒 慢着 令营豆薄比说话了 令营是什么呀 就是中原诸国的上亲 楚国叫令营 也就是现在的总理 难道窦总理比熊主席更爱祖国 比熊主席更有大局观吗 老豆 你反对 熊主席是个脾气暴躁的人 当时就瞪了眼了 主公 我怎么会反对呢 楚国地大物博 物产丰富 人节地灵 甲兵十万 天下无敌 主公您英明伟大 慷慨激昂 当个王 有什么了不得的 不过 斗总理说 世界上最怕的呀 就是不过这两个字 因为这两个字后面呀 必有学问 熊通听了很高兴 谁都喜欢被派马屁 他要听不过后面是什么 贸然称王有些不妥 那就是搞分裂了 分裂祖国那是不得人心的 而且也会有些麻烦 我有更好的主意 主公有兴趣吗 窦伯比呀很聪明 基本上可以算得上是楚国的在主 说 我的主意呀 就是一国两制 天哪 早在春秋 就有了一国两制的思想 当然 那时候啊 不叫一国两制 但事实上就是一国两制 怎么个一国两制方法呢 依然 遵周朝为中央政府 但是让周朝封楚国为王 同管整个南方 同时 周朝可以邀请楚国 帮助维持中原的社区 一国两制 名义上 周朝还是老大 实际上 大家都是王 各管各的地盘 各有各的制度 互不干涉 对外还是一个周朝 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 实行一国两制 楚国的爵位 就在所有中原诸侯之上了 今后什么晋国 齐国 镇国 宋国等等 那是见面就自动矮半戒 在楚国面前啊 都要老老实实 恭恭敬敬的装孙子 窦伯比没有想到 他当初的伟大构思 在几千年之后啊 还会被用到 哈哈哈哈 你太有才了 熊通 大喜 一国两制的想法很好 但是具体实施起来啊 需要技巧 楚国是不可能自己跑去周朝申请封王的 几百年不朝贡了 去就要求和周王平起平坐 那不是自早没去吗 况且 周朝那么多人 会说话的人一大把 一顿圣贤理论 就能把你说得哑口无言 心怀惭愧 说不准啊 就地就自决于人命了 那么谁去呢 这是个学问 大王 你看啊 除了北面是中原诸国之外 西面 南面 都是我们的势力范围 如今 北面的镇国正强大 我们不要轻易惹他们 东北面 有一个隋国 一向与中原诸国往来 基本上不跟我们玩 隋国是周朝王族 又是侯爵 如果能为我们去找周朝商谈一国两制 就比较理想了 窦总理想得很周到 看来他早就考虑了这个问题 隋国 在今天湖北省隋州 老豆 你的初一是好啊 可是隋国凭什么为我们去办事呢 这个简单啊 我们先派人去要求和他们签署和平共处条约 若是他们不签 我们就有理由打他们 征服他们之后呢 就可以提出这样的条件了 这是窦总理的第一方案 俗称先礼后兵 原来啊 楚国虽说是蛮夷国家 但是公族那是中原过去的 祖上还是很有学问的 所以他们懂得中原的规矩 也懂得蛮夷的不规矩 但凡征服南面的蛮子国家 就采用蛮横的犯法 打你就是打你 才不跟你讲道理 如今要打中原国家 那就要先找个借口 革命的一手和反革命的一手 楚国是两手都准备 两手都很硬 公元前706年 雄通亲自率领大军出发 直抵隋国 来到了家这个地方 之后派大夫伟章去隋国 要求签署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如果隋国不肯签 那就毫不客气 打他 楚国的国书很快到了隋国 隋国国君隋侯一向瞧不起 楚国蛮子 不过还是有些忌惮 楚国的实力 如今看见楚国来时 心想 这个蛮子国家 不是来敲诈 就是来勒索的 等到看到国书 是希望建立木陵友好关系的 当时就放了心 主公 不要高兴太早啊 大夫伎良提醒 他一向研究国际形势 对楚国相当的了解 楚国是个大国 我们是个小国 楚国无缘无故来搞什么木陵友好 一定是有什么企图的 随后一听 没错啊 黄鼠狼给击拜年 什么时候安过好心呢 随国君臣随后展开讨论 并且对楚国的国书进行了研究 最后的结论是 国书没有文字陷阱 看不出楚国有什么不良企图 那就签吧 签了有什么坏处还看不出来 可是不签的话处那是明摆着的 于是随后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国书 表示愿意跟楚国建立木陵友好的关系 随楚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信写好了 随后派大夫邵师前往楚营回报 在知道随后派邵师前来之后 都博比笑了 大王 随国虽说不大 也不算小 在汉东一带是小国的领袖 如果他们发现我们军力强大 必然害怕 然后团结起来对付我们 如果我们让他们以为我们是纸老虎 他们就一定不会团结周围的小国 那个时候再收拾他们 就是轻而易举的了 因此 把精兵藏起来 弄些老弱病残给邵师看看 豆博比研究随国政治多年 知道这个邵师啊 是个靠裙带关系爬上去的没用的东西 老豆啊 你这主意啊 好是好 能瞒得过伎粮吗 熊童问 伎粮是随国的贤臣 阻止斗谋 不好糊弄 熊通也知道这个人 总想着什么时候把他请到楚国来 不碍事啊 我们对邵师好一点 这样他回去一说 随后就会更相信他 那不是更好吗 熊通听了豆博比的话 热情接待了邵师 还请他检阅了三军仪仗队 结果 邵师发现 储君简直就是一帮砸碎 根本不可能有战斗力 邵师从楚营回来以后啊 很得意 主公 储君啊 都是些老落病残 只要我们出去 一定消灭他们 邵师果然这样建议 随后一听 动了心了 这个时候 纪粮说话了 应该承认啊 纪粮是个人物 连楚国军城都佩服的人物 唯一可惜的是啊 他身在了一个太弱小的国家 主公 楚国的强大 那可不是吹出来的 明摆着他们是在引诱我们出战 守好自己的城池 才是我们该做的 纪粮说得很清楚 果然被熊通猜中了 随后听了纪粮的话 第二天 储君撤退 成立南联盟 老豆啊 这次算是白跑一趟了 熊通有些失望 意料之中嘛 别急 咱们呀 还有第二步 豆博比 那也不是吃素的 下棋看三步 豆博比 至少看了三步 豆博比的第二步是什么呢 盟会 盟会在一年后举行 为什么 因为豆博比得到了准确的献报 扫尸当上了水果总理了 求有幸 不可失言 宰子左转 豆博比说 翻译成现代的文字就是 这个傻帽当权了 机会来了 楚国发出邀请 请周边各国来楚国的省路 参加同盟大会 主题无非就是加强区域合作 共同发展 一起强大之类的 实际上傻瓜都知道 盟会必然要推盟主 那盟主必然是楚国了 当然 楚国的邀请函 暂时还不会发到中原诸国 邀请函发出之后 周边的小国纷纷由君主亲自前来 哪些国家呢 巴国 雍国 蒲国 邓国 蒲国 罗国 允国 二国 真国 申国 江国 等十多个国家 对于他们来说 楚国就是他们的天然统治者 楚国放个屁 他们也要说是乡的 楚国要开会 他们怎么敢不来呢 只有两个接到邀请的国家 没有出席 黄国和随国 同盟大会在楚国国君 雄通的热情招待下 在斗总理的主持下 在友好热情的气氛当中进行 兵主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 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在多个领域达成了共识 由巴国和江国倡议 各国赞同 成立了南方蛮夷联盟 简称南联盟 共推楚国为盟主 大会取得了空前的圆满成功 最后 雄通盟主 宴请了前来参加大会的各国君主 一切都很好 雄通很高兴 作为盟主 发表了讲话 看着小国国君们 一个个讨好的表情 和此起彼伏的马屁声 他觉得很受用 可是他还是想当王 他更想当王了 南联盟的谴责性 很快送到了黄国和水国 指责他们破坏本地区的安定团结 同时警告必须立刻改正错误 加入到南联盟的大家庭中 否则 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黄国国君立即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作为一个盈性的子爵小国 黄国国君无论如何 是不敢得罪楚国的 之所以没有来参加大会 是因为国君那几天心情不好 一时糊涂没有来 如今看到了谴责性 当时就被夏清醒了 黄国国君亲自来到了楚国 当面解释了没有来的原因 时间弄错了 而且最近抗洪救灾比较忙 总之 黄国国君不仅来了 认了错 而且任打任罚 痛哭流涕 痛改前非 好在雄通原本也不是要收拾他 而且还要给隋国做做样子 因此很和蔼的原谅了他 说些觉悟自有高低 革命不分先后之类的屁话 让他在南联盟的同盟书上 也签了名 然后回家去了 隋国国君没有来 去你的南联盟 还北约呢 隋国总理少师啊 这样答复南联盟的特使 他根本瞧不起这一帮男蛮子 一帮没文化的东西 斗总理笑 第三步将顺利展开 南联盟第一次军事行动开始了 以楚国为首 南联盟组成了联军 说是联军 实际上主要还是楚国军队 其余的小国 要么出几百号人 要么就是派个类似军事观察员 性质的特使 他们的任务 主要是观看楚国怎样杀敌 好更加死刑他地的 听从楚国的指挥 南联盟军队 由雄通亲自带队 浩浩荡荡渡过汉江 直抵水果 主公 先派人去讲和吧 如果楚国答应 那是最好的 如果他们不答应 那么他们一定会轻视我们 而正义在我们这一边 士兵会愤怒 百姓更团结 此消彼长 还可以与楚国一战 计量对刑事的判断 是很正确的 什么 讲什么和呀 送上门来的肉不吃白不吃 诸国 立即出兵 慢了呀 他们就跑了 扫尸不耐烦了 他根本就瞧不起楚军 于是随后亲自率军 出成抗击侵略者 战争 一触即发 在历史上 这不是一场著名的战争 但是 这次战争的意义是重大的 它将影响整个历史的进程 对于楚国来说 这既是一场战争 更是对中原诸国实力的投石问路 如果楚国被击败了 那么 这就是他们第一次对中原的侵略宣告失败 对于他们的信心和野心 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南蛮各国就会重新审视楚国的力量 南联盟就将面临风崩离析 因此 这一仗对于楚国来说十分重要 许胜不许败 对于随国来说 敌人就在家门口 胜利则保住家园 失败则面临国家灭亡 谁胜 谁负呢 公元前704年 楚国与中原国家第一次战争开始了 对阵双方是以楚国为首的南联盟 和中原国家随国 在战争开始之前 我们先介绍一下春秋时期的战法 按照区域不同 有不同的战法 我们这里先介绍中原诸侯的战法 春秋以车战为主 通常出兵只说车多少胜 不说人数 一来呢 战车的人员配置啊 是固定的 春秋以车战为主 二来呢 战车的多少直接代表着实力 按照司马法所说 车一胜 有甲氏三人 部族72人 叫做图兵 这样的配置啊 类似于后来的坦克和步兵的配置 所谓的甲氏三人 就是战车上左面的射 是用弓箭 做远程攻击 中间的御 是驾驶员 右边的车右 直戈顿 做近战防御 战车呢 是一车四马 可以理解为四驱车 中间两匹为伏 左右两边的 称参或者计 甲氏三人当中啊 舍玉 都是经过贵族教育的 周朝时的六翼啊 是哪六翼啊 对了 礼乐舍玉书蜀 这些啊 都是贵族的课程 车右更是选恐无有力 忠诚果敢的勇士担任 甲氏三人 都是贵族精英 和无敌勇士 可见车有多么的重要 不是人人都可以上去五两下的 简单的说 车呢 就像后来的高尔夫运动 那是贵族运动 而战车后面的徒兵 就是一般的战士了 也就是工农子弟 或者奴隶 甲氏三人的位置 一般是固定的 但是也有特殊的情况 那就是君主 或者主将坐在车上的时候 当此时 主将居中 欲者居左 车右的位置不变 由于主将在这辆车上 所以车右便是勇士中的勇士 类似于警卫团 团长 欲者是偏在一侧 欲马驾车的 那更得技术操群 所以左转当中 介绍战争时 基本上都要说明 主将的欲者和车右 车站开始时 战车驶向对方 双方开始交战 先是远程 设者对攻 战车靠近后呢 车右用割锚交战 然后战车擦身而过 驶向远方 再是弓箭对射 这个过程称为和 战车驶远之后呢 各自必须再兜头回来 准备第二次对攻 这个战车掉头的过程 就是回 然后两车在使劲而和 一个回 必有一个和 战斗就这样不停的 回 和 回 和 继续下去 直到有一方败北 在和之后 不再回 直接驾车而逃 因为逃跑的一方 是和完逃跑的 所以啊 不用减速 直接冲出战场 因而 有一定的速度优势 胜利的一方呢 在和完之后 必须要减速 再来一个回 才能发现对方的逃跑 从而在此加速追逐 这就存在一个距离劣势 和一个速度劣势 一般啊 很难追上 因为这个原因 古代车战很难活捉对方的主将 除非他特别倒霉 比如车坏了呀 或者掉坑里了 随后倾尽全国力量 一百五十胜战车出战 简单计算一下 大约一万人强 两军对阵 随后观察了储军的阵地 有些放心了 原来啊 他还有点心虚 壮的胆子来迎战 如今 他是真的有些自信了 储军的阵地上 粗粗点算一下 战车呢 一百胜左右 不过每胜战车 配置的步兵人数啊 多一些 大约一百人 总数呢 也是一万人强 在战车数量上 随国占优 在人数上 基本相当 从阵型上看 随军分为上下两军 两军之间呢 有明显的空档 而储军呢 并没有分得这样清晰 从队列看 随军似乎更训练有素 队列十分整齐 而储军的队列 有些松散 再看兵器 随军是一色的长阁 储军呢 则乱七八糟 有长枪 有短刀 哼 储军果然是无核之重 蛮夷之人 能成什么大事 随后对身边的将士说 主公 储人从上左 因此储王一定在左边 储军精英一定在左边 我们集中优势兵力 从击储军右路 一举击溃他们 储军整个队伍必然被带动 之后我们趁乱击败他们 到了这个时候 计量实际上还是有办法避免随军的失败 不当王非敌也 少师不屑一顾 他觉得不跟储王照面 赢了都不刺激 少师被储国忽悠了 随后被少师忽悠了 一通战鼓 随军率先进攻 再了没几个回合 储军溃败 纷纷逃命 追 随后下令 传说中的事情啊 不可全信 也不可全部信 随后没有去想一想 如果储军真的如此不堪一击 江湖上关于他们的传说 怎么能够流传呢 南蛮一向是很狡猾的 随国军队追出去大概十里路 他们来到了一个典型的丘陵地带 素虫茂密的丘陵地带 战车已经不能快速奔驰了 否则就会翻车 长葛在这里变得基本上没有用处 因为总是会被树枝挂住 储国人一向是不喜欢车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在京楚地区 山地多 河流多 而平原少 雨水多 而晴天少 因此车难行 打仗的时候 很少有平地给对方列阵 主要的战法就是乱战和混战 而乱战和混战使用短兵器更有力 因此储军单兵作战能力很强 尤其是擅长在地形复杂的地方作战 正因为如此 储军首次与中原诸侯作战 在车站没有把握的情况下 使用了诱敌深入的计策 将隋军引到不利于车站的丘陵地带 之后伏兵四起 利用单兵作战的优势对付隋军 到了这个时候 少师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传说中南蛮子非常狡猾 现在看来南蛮子不是狡猾 而是打打的狡猾了 怎么办 就在稍稍犹豫的时候 储军的伏兵从四面八方杀了出来 一个个手持短刀 高喊着不知什么口号 震天动地 随便扫了一眼 储军的人马至少是随心的三倍 少师见势不妙 当时下定了决心 什么决心啊 除了逃命还能有什么决心 可是对于战车来说 逃跑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掉头掉头赶紧掉头 少师急忙下令 御者急忙掉头 就算在平地上 车开快了掉头也会翻车 何况是在丘陵地带 少师的车掉头掉得太急 直接翻了车 幸亏少师身手不错 长脊一撑 从车上跳了下来 惊魂未定 储军就已经杀到了 随军的战斗力本来就不如储军 此时中了埋伏 战车基本上没有用 那还不慌了神呢 当下哭爹喊娘乱成一团 被储军上来 砍瓜切菜一般撒得七零八落 少师拎着大急 想扔了急逃跑 又觉得没面子 可是拿着急就跑不动了 战场之下最忌讳的就是犹豫 一犹豫的功夫 储军发现这里有随军的大将 于是一拥而上 这下想逃跑也没机会了 少师的长脊一枚挥舞几下 就被储军逼近身来 一顿乱刀砍成了十八段 还好随猴本身就戳在最后 见事不妙 早早跳车逃命 后面纪良接应着 逃回城去 第一次对抗 难瞒大胜 少总理阵亡了 战车损失一半 随猴这个时候才知道 自己被忽悠了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除了投降 是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纪良作为谈判代表 来到了储军大营 谈吧 其实有什么好谈的呢 兵临城下了 黄楚郎和鸡能谈出什么来呢 可是别忘了 第一 楚国君臣很敬重纪良 第二 楚国君臣根本就没有打算灭了随国 他们还要随国国君去周朝 当一国两制的使者呢 不谈 这个时候谈什么谈 早干什么去了 雄通故作姿态 纪良听了 起身 鞠躬 拍屁股 转身 准备就走 豆伯比将他拉住了 老鸡啊 话还没说怎么就走了呢 豆伯比问 不瞒您说 我们对楚国充满敬意 早前还签署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原本我们就不想跟贵国打仗 都是邵师那个傻帽非要打 结果就打成这样了 如今我们诚心诚意来寻求和平 贵国又不肯了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只好接着打下去咯 好在我们已经派人去镇国齐国和魏国求援了 三天之内必到 希望贵国给我们三天时间 三天之后再决一死战 计量是什么人物 这一套说法一个月前就想好了 刚才故意慢慢吞吞假装要走 就是要把这番话说出来 熊通有些傻了 他没想到计量根本就不吃他那一套 随国虽然败了 守城守三天是没有问题的 到时候援兵一到 后面就不好说了 很显然 现在熊通需要一个台阶 主公 你看 扫师这样的蠢货死了 老季这样的贤能被重用了 这说明上天不要随国灭亡啊 天意不可为啊 我看咱们还是和平万岁吧 豆博比及时给了一个台阶 还顺便拍了计量的马屁 好 既然豆总理这么说了 那就给季先生一个面子 说老实话 如果不是季先生来啊 那我们一定要灭了随国 熊通得了台阶赶紧下来 就这样和平降临 两国签署了新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但是啊 和平是有条件的 和平历来都是有条件的 楚国的条件有两条 第一 计量作为人质前往楚国 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可以携带家属 说白了 就是看好计量这样的人才 弄回楚国当公务员去了 第二 随国国君必须亲自前往洛邑 向周朝天子提交有关册封 楚国为王的一揽子 一国两制提案 带着一国两制的方案 以及南方多个小国的联署签名 随侯前往洛邑 朝见周桓王 别看随国小啊 可是随侯那也是周文王的后代 算起辈分来 那还是桓王的爷爷辈 没办法 历代周王都是长子继位 所以辈分越弄越低 基本上随便来个诸侯 都是爷爷以上辈的 桓王召见 随侯献上地方土特产 问候了桓王 桓王也关心了随国人民几句 之后进入正题 大王 最近楚国在南面所向无敌 经常骚扰我们 现在呢 我们这些小国一商量 干脆请天子封他们为王 那他们呀 就不闹事了 一国两制嘛 他们虽然也是王 可是对外 还是咱们大周朝的 随侯鼓足勇气 把话说了出来 他要面子 不肯说自己是吃了败仗 被逼前来的 说完随后取出一国两制的草案 递给了桓王 桓王粗粗看了一遍 脸色变得铁青 也不说话 直接将草案摔在了地上 天无二日 国无二足 怎么能够有两个王呢 一笔写不出两个鸡字 你这不是吃里扒外吗 面对楚国这样分裂祖国的卑劣行径 你不思祖子 反而助走为虐 为虎作仓 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 你对得起自己的爵位吗 桓王也不客气 当场将随侯骂得狗血烹头 无言以对 对朝回来 随侯仰天长叹 如今是风箱里的老鼠 两头都难受啊 没办法 随侯买了些络仪特产 无非也就是葱油饼 窝窝头之类的 灰溜溜的回到了水国 之后亲自去楚国说明情况 请求谅解 葱油饼啊 被扔了一地 雄通非常的愤怒 费了挺大的劲 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老随 这事我不怪你 不过你要表个态 是跟随楚国呢 还是跟随周朝 雄通厉声地问 那 那还用说 周桓王那孙子 不是个东西 我当然愿意效忠楚国了 随后应声说道 老豆 你说怎么办 雄通问豆伯比 他对豆伯比啊 有些不满 豆伯比一点也不急 因为这也在他的预料之中 大王 正要如此啊 豆伯比慢吞吞地说 什么 你 叫我大王 雄通有些惊讶 一国两制都失败了 怎么叫我大王了呢 谁疯的呀 不错 我们提出一国两制 就是不要分裂祖国 如今周王不答应一国两制 那就怪不得我们分裂祖国了 那是他逼的 分裂祖国的责任在他 所以如今 大王不必让他疯了 大王就是王 自己疯自己就行了 说来说去啊 最后落在这里了 所以啊 古人是很讲究名誉的 即便楚国这样的半蛮国家 分裂祖国也是要找借口的 从现在起 老子就是楚王 公元前704年 雄通 智立为王 也就是楚武王 楚武王称王之后啊 开始更大规模的扩张 目的就是要和周朝全面对抗 武王鞠躬尽瘁之后 文王雄兹接班 文王也不逊色于他爹 整天就是以灭别人的国家为乐 在文王这里啊 楚国迁都尹 也就是如今湖北的江陵 两代楚王灭了无数的国家 有名有姓的就有 深国 邓国 西国 全国等等 其中邓国和西国的被灭 最为发人深思 毛主席说过 落后就要挨打 千真万确 弱小就要被灭 也是千真万确 弱小而拥有美丽的东西 那就更要被灭 更是千真万确 楚文王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688年 楚国讨伐申国 从地理上说啊 楚国和申国不搭界 可是楚国就是要打申国 不仅要打 而且楚文王亲自带队 楚国军队经过邓国 邓国在今天的河南邓州 楚军借路 邓国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一来啊是怕楚国 二来呢 两个国家还是亲戚 什么亲戚啊 楚武王的老婆 是邓祁侯的姐姐 也就是说 邓祁侯是楚文王的舅舅 亲舅舅 救生相会连干三杯 然后说些 你妈好不好 你姥姥很想你之类的话 其实啊 说是深究 这还是这辈子第一次见面 感情肯定是没有的 在楚文王的概念里 邓国就是一个小屁国家 高兴了就来灭了他 不高兴就更要灭了他 而对于邓祁侯来说啊 这个外甥 那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葱油饼 今后就靠他混了 酒过三巡 楚文王的话就多起来了 说话也不客气了 拍着舅舅的肩膀叫老弟 酒喝多了 尿就多了 邓祁侯上厕所的时候 追生 染生 养生 三个人都跟了过来 好像这也是邓祁侯的三个外甥 看来啊 邓祁侯姐妹不少 因此外甥成群 这么说来 这三个跟楚文王 也是表兄弟 王邓国者 必此人也 若不早徒 后军士奇 其籍徒之乎 徒之 此为时矣 这是左传的记载 大字的意思是 舅舅 这个表哥 不是什么好人 将来灭亡邓国的 肯定是他 我们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 把他给宰了 否则 一定要后悔的 邓祁侯拒绝了 十年之后 楚国出兵 灭了邓国 亲戚靠得住吗 邓侯亡的冤吗 嘿嘿 还有更冤的呢 天下唯有得者居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 你无德的话 拥有天下 也会失去 其实何止天下呀 任何美好的东西 你没有能力保护的话 美好的东西 带给你的 一定是噩梦 美女尤其如此 所以呀 美女是祸水 娶漂亮老婆之前 最好看看自己的腰包 看看自己的身体 摸摸自己的脖子 如果腰包不够骨 身体不够壮 脖子不够硬 那还是免了吧 艳福啊 不是人人都能想的 且看下面的故事 蔡哀侯 娶了成侯的女儿 西国的西侯呢 也娶了成侯的女儿 于是蔡熙 成了拐弯青 俗称蛋挑 由于成国姓龟 蔡侯的老婆呢 叫蔡龟 西侯的老婆 叫西龟 楚文王六年 也就是公元前六百八十四年 西龟说 要回成国探亲 就路过蔡国 蔡侯一看 小姨子要路过 热情款待 设宴接风 顺便也给老丈人 烧一口袋山药 这下坏了 热情过了头 从幽王开始啊 到现在 第一号美女是包四 那是坏了幽王的命 和西州的江山 第二号美女是宣江 那是害得魏国十年动乱 元气大伤 现在第三号美女出现了 谁啊 西龟 蔡侯看见西龟的时候 直接惊呆了 老婆长得够漂亮了 可是跟小姨子一比啊 那就是一堆狗屎了 西龟美到什么程度呢 说实话 现代人形容古人不容易 如果还是什么樱桃小口啊 柳叶梅之类的 就太没劲了 还是老办法 直接给你个现代同乡的美女 去参考吧 谁呢 赵雅之 上海滩里演冯澄澄的那位 蔡侯本来就狠色 看见小姨子国舍天香 不用吃饭也饱了 当下狂咽口水 喝多了两杯 嘴里呢 就有些挑逗的话了 只是有一样 老婆在身边 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菜小陈大 惹不起老丈人 过了一阵 蔡侯洗手去了 蔡侯见机会来了 急忙挪动屁股 凑到西龟身边 动手动脚起来 西龟是什么人呢 春秋大剧的三号女主角啊 姐夫 你看把你急的 其实当初姐姐嫁给你的时候 我也想陪嫁过来 你要是真的喜欢我呀 就不要急在一时 万一让姐姐发现 大家尴尬 还会引起国际争端 这样 你等我一个月后回来 我先通知你 你在西面找个小陈 咱们在那里相会 好好轻热轻热 西龟一边抵挡 一边说 似乎他也早已经看上了姐夫 也好 也好 蔡侯想想 还是这样稳妥 既然小姨子都答应了 还急啥啊 当下咽咽口水 把手从西龟怀里收了回来 回到自己的座位 第二天 西龟匆匆上路了 蔡侯呢 在陈蔡边境的小城里 准备好了偷情的地方 单等西龟的消息 可是一个月很快过去了 西龟没有消息过来 蔡侯等着心交 于是派人去城国打探 这才知道 西龟早就回西国了 被骗了 蔡侯这个时候啊 知道自己被放了鸽子 想不到小姨子 还有这样的智慧 没办法 蔡侯除了偶尔躲着流流口水之外 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老子要是有楚国那么大的话 就出兵 把他抢回来 蔡侯常常这样想 京城所至 京石为开 蔡侯的愿望不久就实现了 楚国攻打西国了 而西国呢 来向姐夫国 蔡国求救 如果我帮着西国击退 楚国 不是趁机就可以把西龟 给抢回来了吗 蔡侯想的不错 算起来啊 这也算是楚国在帮自己了 蔡侯并不怕楚国 为什么呀 因为蔡国和齐国是亲戚 蔡侯以为有齐国撑腰 楚国还是有些忌惮的 于是蔡国出兵了 蔡君浩浩荡荡的来到西国 四面一看 哪里有什么储君呢 蔡侯心里高兴 这下好了 连储君也不用打了 直接抢小姨子就行了 西国都城 城门大开 西侯站在城楼上大喊 老挑 储君已经撤了 进城来喝几重吧 蔡侯高兴啊 率领先头部队就进了城 刚进去三圣战车 城门突然关上了 再看城里涌出无数的储君 中埋伏了 蔡侯就这样被活捉了 前文说过 车战时代 主将被活捉并不容易 像这样瓮中捉鳖 是一种方法 原来啊 西龟当初骗过蔡侯 在城国只待了十多天 然后悄悄回到西国 回来之后呢 将自己在蔡国被调戏的事情 说了一遍 西侯大怒 可是呢 又打不过蔡国 怎么办呢 西侯这个时候 想了一个类似当初 生侯请犬戎 打浩金的搜主意来 请楚国 假装来打西国 西国向蔡国求援 等蔡君一到 设好陷阱 活捉彩侯 楚国当然愿意干了 他们早就看蔡国不顺眼 再说 西国还有不少礼物送啊 这样的便宜事 傻瓜才不干 蔡侯被带回了影 按照楚文王的意思 把他给杀了得了 洗干净了 用来祭祀祖先 大王不可 蔡侯怎么说 也是一方诸侯 没什么罪过就杀了他 不吉祥 再说了 若是杀了他 中原诸侯 必然齐心协力来对付我们 因此 不如放了他 让他回去 宣扬大王的威严和仁慈 计量出来 为蔡侯说话了 他现在是楚国的大夫 不忍心看着中原诸侯被杀 楚文王想想 也是这么回事 于是蔡侯不杀了 不仅不杀 还要设宴款待 热情欢送 在欢送晚宴上 兵主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楚文王用蛮歌蛮舞 招待蔡侯侯 一曲辣妹子辣 让蔡侯倾倒 老蔡 怎么样 我这里的美女如何 楚文王高兴 他问道 好 真好 实在是好 蔡侯侯一个劲的拍马屁 怕什么说的不好 男蛮子就反悔了 就麻烦了 你说句实话 是你中原的美女漂亮 还是我们这儿的美女漂亮 楚文王对这个还挺感兴趣 虽然南面都是他的 但北面他去不了 挺想知道 蔡侯灵机一动 记上心头 行说 老挑啊 你不仁 别怪我不义 你不把我当亲戚 我也不把你当亲戚 大王啊 说起来呢 是你这里的美女漂亮 不过 宗原有一个最漂亮 那是美若天贤 恕我直言 大王这里的美女 与他相比啊 那就是一堆狗屎 那个美女在哪里 楚文王眼前一亮 哪个男人不爱美女呢 哎 算了 还是不要告诉大王 告诉了大王 大王也没法弄到手啊 快说 楚文王急了 这 快说 若是不说 杀了你 楚文王是真急了 彩侯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他笑了一笑说 那就是我小姨子 西侯的夫人 西龟 真的 我怎么敢骗大王呢 不瞒大王说 我上次见到西龟之后啊 三天茶饭不思 一个月不碰女人 到现在做梦还梦见她 大王看 我一说到她的名字 就忍不住咽口水 嗯 楚文王点点头 他已经没有心思再喝酒了 十天之后 楚文王率领大军来到西国 名义上呢 是听说齐国有意难清 特来巡视 大营扎在城外 楚文王说了 上次来让西侯破费了 这次啊 带了楚国的特产前来 请西侯全家过来赴宴 西侯赶不来 来吧 不仅来 还带了老婆 与随侯相比啊 西侯的一大不足呢 是他缺少计量这样的贤臣 如果有计量这样的人物啊 上一次就会阻止他引狼入室 这一次一定会提醒他 找个宫女假扮西侯 西侯夫妇进了大营 序过里还没落座 楚王的眼睛啊 已经直了 口水就要流下来了 盯着西侯对西侯说话了 别 别吃了 夫人留下 你可以回家收拾行李了 啊 西侯没听明白 他听没听明白 其实都一样 在楚王看到西侯的那一瞬间 他知道 蔡哀侯的话并没有夸张 自己宫中的那帮美女 在西侯面前 真的就是一堆狗屎 在那一瞬间 他已经做出了决定 灭了西国 把西侯带回去 就这样 西侯成了楚王的夫人 就是在楚国历史上 赫赫有名的文夫人 而西侯带着祖先的牌位 搬出了城里 楚王给了他一块地 和三十户农民的赋税 让他做了个小地主 因为美女 一个男人 亡国了 教训 多么深刻的教训啊 美女带来的灾难 结束了 没有 楚文王喜滋滋 乐颠颠的将西侯带回了楚国 宠爱无比啊 从那以后 后宫的其他女人 就倒了霉了 但是楚文王 面临了当年周幽王 类似的难题 文夫人基本上 不说话了 夫人 你怎么总是不说话呢 楚文王对别人凶恶 对文夫人啊 那是百依百顺 哼 国家灭亡了 一女嫁二夫 不死就算不错了 还说什么话呀 别说 文夫人啊 还挺刚烈 楚文王反思了 反思的结果是 楚文王决定攻打蔡国 因为害得西国亡国的就是蔡哀侯 多么伟大的反思啊 强国一反思 弱国啊 就遭殃了 楚国大金一道 蔡国迎风而破 为什么 因为蔡国的战车 上次在西国都被楚国人缴获了 于是蔡哀侯没跟老婆团圆几天 就又登上了南下的马车 这一次啊 楚王没有杀她 也没有放她 九年之后 也就是如今一个义务教育制的周期之后啊 蔡哀侯在楚国 寿终正寝 因为美女 一个男人 背井离乡 死在了他乡 就此结束了吗 还没有 还有家破人亡 死无葬身之地的呢 转眼到了楚文王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六百七十七年 楚文王鞠躬尽瘁了 为什么说他鞠躬尽瘁了呢 因为弄不懂他该用崩啊 还是该用轰 虽说文夫人很少说话 但是孩子该生还是要生的 两个儿子 大的呢 叫熊坚 小的呢 叫熊辉 楚文王死的时候啊 两个孩子都不大 熊坚继位为楚王 文夫人喜欢小儿子 小儿子聪明大度果断 怎么看 怎么比大儿子顺眼 我们来算一算 楚文王抢回文夫人之后七年 就鞠躬尽瘁了 往大里说 熊坚继位那年也就六岁 弟弟熊辉呢 也就五岁 五年以后熊坚十一岁 熊坚不知听了什么人的建议 决定杀掉弟弟熊辉 可是文夫人和熊辉啊 早有防备 熊辉跑了 跑去了水果 怎么办呢 出兵水果去扎自己的弟弟 没套利啊 别说文夫人打死也不会同意 就是大臣们也不会干 只好干瞪眼 再者说了 十一岁的小屁孩懂什么呀 文夫人很恼火 她原本就看老大不顺眼 如今老大还要杀老二 兄弟的情分都不讲了 好啊 你不仁 休怪老娘不易 文夫人现在是玩二选一的游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以楚国的实力 打破随国 杀死熊辉 是件很轻松的事情 而熊坚长大之后 迟早会这么做 也就是说 要么趁老大还小 现在就杀了他 要么等老大长大了 杀了老二 文夫人很快做出了选择 杀老大 文夫人派人悄悄找到随侯 之后从随国找到杀手 悄悄潜入楚国 在文夫人的接应下 在一个昏暗的夜晚 咔嚓 十一岁的熊尖被扭断了脖子 不要以为青娘 就不会杀自己的儿子 现在我们来回想 郑庄公的人 那是多么的英明啊 史记上这样记载 庄熬五年 欲杀其地熊辉 辉奔随 与随西施庄熬待立 是位陈王 庄熬是谁啊 就是熊坚 因为当楚王当的不好 死后连个王的嗜好 都没有得到 冤不冤呢 十一岁 连一径的年龄 都还没到 就这么死了 这个王啊 真是白党了 为什么熊坚死的 没有人同情呢 有一个说法 就是楚国人怀疑 他是随后的一父子 不管怎么说吧 老大死了 老二就当了王 楚成王 楚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王 陈王很聪明 他知道自己太小 稳定比什么都重要 于是他决定停止向北方扩张 以防北方诸侯讨伐 他派人向周王室进贡 再次表达一国两制的意思 这一次啊 周王室很客气 为什么呀 大凡要分裂祖国的 那是要毫不客气的制止的 但是已经分裂出去的 主动回来表示要一国两制的 祖国的怀抱啊 是要敞开的 打个比方 楚国第一次申请一国两制 那是分裂行为 必须制止 第二次申请一国两制呢 那是回归 自然要欢迎 史记记载 使人献天子 天子赐座 曰 正儿南方一跃之乱 无倾中国 于是处地千里 什么是座呀 这就是古代祭祀用的肉 说周王回送了几块肉 告诉楚王 南面就交给你了 不要来侵略中原诸侯 于是楚国专心向南面扩张 地盘越来越大 现在一国两制不仅实现了 而且得到了中央的确认 宫廷内乱解决了 一国两制也实现了 美女还是祸水吗 俗话说呀 是福不是祸 是祸呀 躲不过 美女就是躲不过去的祸水 这一次的受害者 是楚文王的弟弟 楚臣王的叔叔 王子善 也就是子元 自从楚文王急功俊瘁之后 子元就当了令营 而窦伯比呢 退居了二线 子元对文夫人的美色 可以说垂涎已久 梦里都想 从前哥哥在 自己最多也就是想想 如今哥哥死了 嫂子成了寡妇 那颗寂寞的心啊 难道不需要男人来安慰吗 子元动了贼心 可是有贼心啊 不可怕 可怕的是有贼心没贼胆 那个时候 窦伯比还在 子元很怕他 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为什么子元会怕窦伯比呢 我们来说说楚国的特殊情况 从楚武王的爷爷开始 楚国国君才开始有嗜好 楚武王的爷爷熊怡 嗜好叫若敖 若敖的儿子熊坎继位 嗜好叫肖敖 肖敖的儿子熊寻继位 嗜好叫坟茂 若敖的另一个儿子 执掌楚国君权 从那以后啊 成为世袭 楚国的君权 始终在这个家族手中 这个家族就称为若敖氏 有的时候 这个家族的首领 也被称为若敖 在楚国 若敖家族的地位 仅次于楚王 而其军事实力 还在楚王之上 若敖氏 因为被奉在斗义 因此以斗为姓 斗伯比 就是若敖家族的首领 那一年 楚城王十五岁 斗伯比死了 紫园觉得机会来了 大致算一下 就算文夫人十五岁 嫁给西侯 十六岁被楚王抢走 到那会儿 最少也该三十三岁了 可是风韵不仅是幽纯啊 那简直是风华正茂 斗伯比死了 陈王还小 可是紫园还是没打 怎么办 紫园有诗人的气质 他决定啊 要感动文夫人 让文夫人主动投怀送抱 用句现代话说 就是要炮文夫人 紫园在后宫旁边 修建了自己的房子 然后住了进去 养了一帮歌男舞女 每天干什么呀 唱情歌 什么情歌 无非就是那些老鼠爱大米 阿妹阿妹我爱你 你寂寞我伤心等等 专门要勾到隔壁的文夫人 盼着文夫人 什么时候被感动了 忍不住发情了 然后从后宫翻墙过来 跟自己偷情 过了不久 文夫人真是忍不住了 不是被紫园的执着所感动 而是被外面 没日没夜的流氓歌曲 吵得休息不好 文夫人派人出来找紫园 对他说 先君已是无也 席界备也 经令影不寻诸仇仇 而于未亡人之策 不亦亦呼 左传是这么记载的 翻译过来就是啊 兄弟啊 你哥哥在世的时候 总是练习武功 时常准备针锋天下 如今你可好 天下那么多敌人不去对付 反而在寡妇隔壁唱流氓歌 变态呀 艾伦骂了 紫园不生气 还挺高兴 他觉得这是文夫人在提醒他 我喜欢有报复的男人 于是紫园决定做点什么 有意义的事情来讨好文夫人 什么事情啊 文王不是只打到隋国吗 我要打到郑国 当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疯狂的时候 他什么都能做出来 为女人疯狂并且死于非命 紫园不是第一个 也绝不是最后一个 读成王六年 也就是公元前666年 紫园率领600圣战车 讨伐郑国 600圣啊 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 对于楚国来说 这也是他们的全部兵力了 这样的兵力到了郑国 紫园却没有打仗的胆量 在郑国待了一天 听说齐军鲁军和宋军 正在赶来援助郑国 紫园连夜率军逃走了 诸侯救阵 楚师叶顿 顿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俗称的逃跑 顿就已经够丢人了 夜顿基本上就属于狼狈掏窜了 丢人啊 楚国见过那么多年 胜仗打过 败仗也打过 夜顿这样的事情还是第一回 原本呢 想表现阳刚 如今呢 阳刚没有表现 阳伟倒是表现出来了 回到楚国 紫园号称大胜镇国 但是人人都知道 这一趟很丢人 又过了些日子 紫园眼看美人还不上钩 索心住进了后宫 但是他还是没胆去搞定文夫人 还等着文夫人来勾搭自己 这样没胆的男人 文夫人能看上他吗 一连三日 紫园就住在宫里 却不敢去调戏文夫人 弄得自己像柳夏慧似的 其实只是没胆 而成王呢 还只有17岁 也不敢惹紫园 只能假装没看见 大副导连看不过去了 他来到宫里 直接去找紫园 总理啊 可不能这样 你能住这儿吗 这不是乱来吗 赶快搬走吧 斗莲很生气 说话也不是很客气 去你的 你以为你谁啊 这是我们的家事 关你屁事 紫园大怒 令人把斗莲给关起来了 文夫人听说了 知道事情 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了 其实啊 他一直在等紫园下手 自己呢 好半退半就 谁知道 这个废物这么肉 还夜顿 看来就算搭上了 今后也靠不住 既然如此 不如伴了他 文夫人悄悄叫人 找来斗博比的儿子 斗骨鱼兔 告诉他 紫园谋反 还准备奸营国母 让他速速起兵 铲除奸人 斗骨鱼兔 于是纠集了整个弱敖家族 半夜时分 率领家兵 杀进后宫 紫园正在梦里 跟文夫人优惠呢 骤然醒来 只见一刀亮光 伸手一出 磨磨叽叽一辈子 死的时候倒挺痛快 第二天 陈王宣布紫园 谋反贝猪 灭门 只闻了腥味 没吃到肉 却送了全家的姓名 紫园啊 真园 杀了紫园 谁当总理呢 陈王说 斗莲 你忠心耿耿 你来吧 斗莲说 大王 我不行 国家要富强 人民要富裕 只有一个人能够做到 那就是斗骨鱼兔 让他当理应 于是斗骨鱼兔 成了楚国总理 陈王为了尊敬他 尊称他为紫文 紫文 楚国名人 非常非常有名的名人 中原人对蛮子 一向瞧不起 但是紫文得到了 中原诸侯的一致尊敬 这里又引出一个 曾经提出来的问题 难道私生子 就应该很杰出吗 前面说过的私生子是 魏国贤公子及子 后面还会说到 私生子孔子 现在要说的是私生子子文 当年 豆伯比的父亲 娶了运国国君的女儿 做老婆 父亲死后呢 豆伯比跟着老娘 回到了运国 那个时候啊 运国国君是他舅舅 豆伯比年轻英俊 一表人才 出身名门 满腹经伦 又能说会道 很快就跟表妹对上眼了 一来二去 就发生了一夜情 那个时候 可没有避孕套 避孕药之类的东西 两个年轻人只顾爽了 结果啊 把表妹的肚子给搞大了 舅妈一看 怎么办呢 也不敢跟运国国君说呀 偷偷的把女儿藏起来 等到生下来 是个儿子 儿子也不敢要啊 这当外婆的狠狠心 就把外甥啊 给扔到山里了 说来也巧 没多久 运国国君去山里打猎 正好遇上一只老虎 母老虎 你怎么知道 它是母老虎的呢 因为母老虎啊 正在喂奶呢 喂谁呢 不是喂小老虎 是在喂一个小孩 一个人 运国国君吓得浑身多说 这还大什么猎啊 慌慌张张的就回来了 你怎么浑身发抖啊 你打的猎物呢 老婆问 大什么猎啊 出怪事了 运国国君把自己遇上的事情 给老婆讲了一遍 老婆哭了 你哭什么 运国国君问 我瞒你说 老虎喂的那个孩子啊 是咱们的外甥啊 什么 就这么着 运国国君急忙率兵来到山中 赶跑了老虎 把孩子给抱了回来 给老婆一看 那可不就是自己的外甥吗 外婆给穿的小棉袄还在身上呢 这下谁还敢再扔这个孩子 老虎当奶妈呀 这孩子的命 那是绝对的贵命 连老虎都要喂他呀 赶紧赶紧准备婚礼 运国国君忙不迭的下令 第二天都博比娶老婆了 就是他表妹 还在院子里呢 至于孩子 为了纪念爹娘伟大的爱情 就叫他斗骨鱼兔吧 为什么这么叫呢 楚国人啊 把喂奶叫做骨 把老虎叫做鱼兔 这名字的意思就是虎娘养的 骂人的时候常说狗娘养的 虎娘养的呢 那就是赞扬人了 紫文当了楚国总理 首先进行了一项大的国有化改革 也叫土地改革 紫文认为啊 当前的楚国虽然地域辽阔 物产丰富 但是名富国穷 陈强均弱 中央的力量不够 因此他发布命令 要求所有贵族将家里的一半土地 拿出来给国家 紫文以身作则 第一个拿出了自己的土地 紫文做了榜样 谁还敢不跟随啊 在国有化改革之后 紫文又进行了公务员制度改革 规定每天要准时上班 不得偷懒 那个时候没有打卡 紫文就每天第一个上朝 监督大臣们 紫文还进行了官员选拔制度的改革 任用贤能 部分改变了从前老子英雄而好汉 老子当官而提干的状况 发现并任用了一大批能干 肯干苦干的官员 就这样 楚国在楚城王的英明领导下 在以紫文总理为核心的领导班子的努力工作下 开拓进去 与时俱进 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 让楚国去发展吧 我们回头看看郑庄公冒充中央军的结果怎么样 郑庄公接受了在族的建议 决定冒充亡命 讨伐宋国 当时广发英雄帖 结果效果半好半坏 齐国和鲁国响应 因为郑庄公许给他们瓜分宋国 而魏国陈国和蔡国等国家 要么眼看没什么好处 要么跟宋国签有互不侵犯条约 纷纷拒绝郑国的请求 不管怎么样 现在郑国军队就是中央军了 中央军准备好了装备 战前控诉大会也开过了 可是意外发生了 原来北面的戎 来侵略镇国了 于是郑庄公决定 在解放军讨伐宋国之前 先拿戎来磨刀 别人怕鬼子 郑庄公可不怕 他怕什么 他怕鬼子一打就跑 鬼子是骑兵和步兵 我们是战车 就怕打起来 他们四散逃命 抓也抓不住 过一阵子还来 郑庄公发愁这个 战车这个东西 平地还可以 鬼子一钻进高粱地 那可就只能看着他们逃跑了 爹 鬼子的特性是乱 看见好处了 争着往前冲 看见不妙了 谁也不救谁 只管自己逃命 我们不妨来个诈败 把鬼子引进包围圈 后面的鬼子看见了 一定不会来救 各自逃命 那么进了包围圈的鬼子 就可以被消灭了 公子突提出了个建议 公子突是谁 郑庄公的二儿子 也是他最喜欢的儿子 因为这个儿子最像他 儿子的主意真的是很好 郑庄公就照办了 第二天 按照公子突的计策 郑军乍败 荣军是没有什么自伤的 果然来追 结果进了包围圈 后面的一看 前面的重埋伏了 果然是掉头就跑 才不管自己哥哥 小舅子什么的 是不是会被消灭掉 一切都在公子突的预料之中 郑军大获全胜 在大胜荣军之后 郑国军队士气空前高涨 半年之后 郑庄公29年 也就是公元前715年 郑国 齐国 鲁国 三国军队 在宋国老挑这个地方会合了 中央军讨伐宋国 正式拉开大幕 解放军的讨伐理由是 宋国很多年不向周天子朝进了 其实中央军的理由很牵强 因为那个时候 根本就没有人去朝进周天子 傻瓜才去呢 郑国是装公亲自带队 齐国呢 派了国军的弟弟一仲年 鲁国也派了国军的弟弟公子辉 三国军队如狼似虎一般 三下五逐二 拿下了宋国的告成和防成 宋三公怕了 如果解放军继续这样的势头的话 自己的国家可就保不住了 怎么办 投降 在投降的问题上 宋三公还是很清醒的 他知道郑庄公是什么样的人 那是一个有仇必报 下手狠毒的人 投降就等于送死 关键时刻 有人出主意了 其实啊 每个国家都有能人 关键看你用不用 主公 我有一计 能让三国军队不战而退 司马 孔福家挺身而出 司马是什么呀 就是国防部长 快说 郑庄公攻打我国 全国的精锐都来了 如今 主公在这里守城 我领两百胜战车 悄悄出城 连接魏国和蔡国 偷袭郑国国都 郑国军队一定要撤军 去救自己的国都 郑军撤了 齐军和鲁军呢 也就只能撤了 我这一招 叫做违镇救宋 孔福家的计策啊 确实不撤 后来孙病的违魏救赵 不过是照搬 孔福家的违镇救宋而已 老公 你真是太有才了 宋商工 一计照搬 趁着黑夜 孔福家率领宋军主力 悄悄开拔 一面派人快马 前往魏国求援 魏国果然出兵 魏宣公 出战车两百胜 派幼崽丑领军 于是 两国军队合在一处 竟逼刑仰 刑仰守城的是 郑国四子公子乎 见宋魏两国军队来到 一边坚守陈池 一边派人快速求援 郑庄公接到急报 连忙下令撤军 一仲年和公子辉 不知道什么原因 都来问 老郑啊 这好好的怎么就撤了呢 两位公子 这宋国犯了错误 咱们来惩罚他们 让他们汲取教训 也就好了 不要把他们逼上绝路 治病救人嘛 何况了 人家也是公爵 真要灭了他们 咱们也不忍心 郑庄公说的好听 就是不肯说 自己是被迫撤军 一仲年和公子辉一听 这老郑人挺不错呀 这么厚道啊 这样吧 虽说咱们讨伐宋国 也是奉了周王的命令 替天行道 但是两国这种 见义勇为 饥饿如仇的精神 令人佩服 现在在下 拿下两座城池 齐国拿走高城 鲁国拿走防城 如何呀 郑庄公开始分赃 一仲年和公子辉再一听 这老郑人真的很不错 这么慷慨 郑国出力最多 反而分文不娶 这是什么精神 这就是无私奉献的精神 一仲年被深深的感动了 他决定把高城让出来 当然 高城没有挨着齐国 也是现实的问题 老郑啊 高城啊 我不要 还是你拿走吧 我不要 郑庄公坚决不要 在推让了几番之后 郑庄公说了 那这样吧 你不要 我也不要 也给鲁国算了 于是两座城池都归了鲁国 为什么公子辉没有谦让呢 难道他没有被郑庄公感动 他感动了 但是感动归感动 冲动归冲动 他不冲动 在行阳城外驻扎两天之后 宋卫联军探得郑军回师 于是他们也回师 其实宋卫联军 根本就没有打算攻城 从心理上说 他们都怕镇军 只要镇军从宋国撤兵 他们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就赶紧撤 如果为朕就送的故事 就此结束的话呢 那么这条计策 基本上是成功的 后来的那句 唯未就造的成语 也许就真该叫做 为朕就送了 可是在两个胆小鬼 成功假装抢银行之后呢 他们要在路上 抢老太太的土鸡蛋 结果这下完蛋了 这是个意外吗 宋卫联军撤退 但是宋军不敢直接撤回宋国 怕路上碰上正国军队 于是宋国军队和卫国军队 同时向卫国撤退 在正国和卫国之间 有一个小国名叫代国 两国撤军就路过代国 原本借人家路过 应该先打个招呼 以示友好 可是宋卫联军 一方面瞧不起代国 另一方面撤军如逃命 急匆匆的也来不及打招呼 就进了人家的国家 这下代国有想法了 如果说是路过 卫国军队确实是路过 那你宋国军队怎么还要路过呢 这样看来根本就不是路过 那是你两个国家联合来打我了 有这想法不赖代国 一个小国 提高警惕那是没错的 代国于是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一面兼臣防守 代国反应过度 孔富佳和幼崽丑不高兴了 你说正国强大吧 我们怕他们 代国一个屁大的国家 上国军队路过 不送军粮 不送老母鸡也就罢了 还摆个架势要跟我们干 那不是早死吗 两人一合计 干脆灭了他 按照两人的想法 小小代国根本不经意打 解个手的功夫就拿下了 可是他们想错了 代国虽说是个小国 但是警惕性一向很高 陈墙修得又高又厚 常年在墙头上储备石头 干材水和大铁锅 你来攻城 那就砸你烫你没商量 连攻两天 宋卫联军竟然毫无竞赞 大丢面子 于是两国又向菜国求援 菜国小啊 不敢得罪宋国和卫国 只得起兵前来 现在成了三个国家 打一个国家 代国也怕呀 无缘无故被三个国家攻打 没招谁没惹谁呀 可是事到临头 赶紧找国家求救 才是上策呀 找谁呀 想来想去 就是向郑国求救最好了 代国国军下了决心 就要派人出城 想郑军啊 郑军就到 城外郑国军队来到 郑国军队怎么来了呢 原来啊 郑庄公率军回国 就憋着一股气 要在郑国境内 消灭宋魏联军 谁知道 回到形阳 才知道宋魏联军已经跑了 而且是跑向了魏国 郑遗憾呢 有人来报 宋魏联军在回家路上 跟代国干上了 而且拿代国没办法 哼哼 这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他们以为代国好欺负啊 郑庄公当时就笑了 其实啊 他也早就想灭代国 可是他知道代国的防守是非常厉害的 因此一直没有动手 现在机会来了 起病 郑庄公只说了两个字 于是马不解鞍 人不卸甲 郑国军队直扑代国 为什么要这么快呢 因为时机不等人呢 郑军来到代国城下 只见宋魏蔡三国联军 各自围住一个城门 只留下东门 于是郑军来到东门 打出标语 打击侵略者 救援好兄弟 城上代国军队看见郑国军队来到 浩浩荡荡直奔东门 郑国军队来救我们了 我们有救了 代国军民奔走相告 代国国军也很高兴啊 自己就是动了动念头 郑国就来救自己了 看来就是心有灵犀呀 待战争结束 一定请郑庄公多喝几杯 城门大开 东门 郑国军队一贯而入 代国军民夹到欢迎 郑军进城 关门抓人 抓谁啊 代国国军 对于一只被狼围剿的羊来说 千万不要因为老虎是狼的敌人 就认为老虎会救自己 狼来了防狼 虎来了防虎 且计且计 郑庄公在城头的笑声 惊醒了三国联军 老孔 多谢呀 这么远来帮我打代国 这是绝妙好计呀 郑庄公笑得合不拢嘴 活了一辈子 这是最爽的一件事了 孔副家傻眼了 费了吃奶的力气 等于是给郑庄公送了礼了 怎么办 现在的难题啊 放在三国联军的面前 继续打 他打不过 跑吧 又不甘心 三个国家还没想好 郑庄公已经帮他们做了决策 郑国军队先出北门 这是蔡国的防区 蔡军看见郑军出来 更不打话 转头就跑 郑军随后向西门攻击 那是魏国的防区 魏国还能抵挡一番 谁知西门里又杀出一路郑军 两路夹击 魏军全军覆没 幼崽丑当场战死 郑军随后转向南门 孔副家见势不妙 也顾不上别人了 调转车头就跑 后面郑军紧追不舍 一定要捉住他 孔副家还算能随机应变 也顾不上国防部长的面子 跳车 装高粱地而逃 二百胜战车 孔副家只剩下二十个随从 步行回到宋国 击败了宋国 吞兵了代国 还附带着歼灭了魏国和宋国的主力部队 郑章公很高兴 更令他高兴的是 他找到了一个成功的模式 联合齐国和鲁国 章公决定克隆这个模式 再进行一次讨伐 讨伐谁啊 许国 这个小屁国家很讨厌 总是跟郑国作对 现在 有灭了他的机会了 于是 黄金搭档再次形成 郑章公和两大公子 率领的三国联军 很容易又携手了 唯一与伐送不同的是 这一次啊 不用假冒亡命 对付这个小国家 就不用冒充中央军了 打仗打得多了 手下大将也就多了 谁当先锋 也就要费思量了 这也算是幸福的烦恼 偏偏庄公啊 是个讲究公道的人 凡事一碗水端平 怎么办呢 有困难 找债主 正在家里洗脚的债主啊 被庄公找来了 劈头盖脸就问 我们的猛将太多呀 谁当先锋 颇费心思 不让谁当都不好 你有什么好办法呀 选秀啊 洗脚的祖师爷 只说了三个字 好主意 郑章公大声叫好 选秀大会开始 郑国各路大将 都来争夺先锋 具体的操作呀 是这样的 庄公制作了一面大旗 旗杆呢 三藏三尺 大旗旗面长宽 均为一丈二尺 上坠精灵 二十四个 旗上秀着奉天讨坠四个大字 按说呀 一丈为三米 旗杆不是足足十米长吗 不然 春秋那个年代啊 仗比后来的要短 但是即便这样 那旗杆呢 也足够长 旗杆插在一阵 崭新的战车上 这战车啊 是最新定制的 款式也是最新的 号称鲁庄公 八八型战车 由军工大国鲁国的一架兵工厂 自作 应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造工艺 堪称车霸 据说啊 这种型号的战车 整个周朝只有三圣 分别属于鲁国国军 楚国国军和镇国国军 而且制作此剩战车的师傅 已经去世 再也没有人能够制作同样的战车了 绝版 绝对的卷版 各位爱情 这身车吧 大家都看到了 这不是我的 那么是谁的呢 谁能把车上的大旗拿下来 能够手持大旗 步履如常 这辆车就归谁了 先锋的大印 也归谁了 北风刮起 大旗 嘶啦啦 叮咯亮亮的响 若不是被固在车上 肯定被放风筝了 第一个超男出场了 大将假输赢 只见他跳上车去 将大旗取了下来 手持大旗 前进三步 后退三步 气不长喘 脸不变色 仍然将大旗插回车上 假输赢面露笑容 这车该归自己了 这么好的车 用起来好用 就算将来不打仗了 做个纪念版 也能卖出个好价钱 得意的太早了 就算装工给他 别人也不会答应的 要不怎么叫做选秀呢 这有何难 你那是规定动作 我还有自选动作呢 又一个超男出场了 谁呀 考书 赢考书 总有人议论说 考书就靠着当初 黄泉相见混上去了 是个没屁本事 只会孝敬老娘的啃老族 考书早就想给自己证明了 考书跳上战车 一只手将大旗提在手中 跳下车来 一片掌声 就凭着这两个动作 考书已经在假书营之上了 风还在吹 考书开始自选动作 考书将大旗捂了起来 只见大旗在他手上上下翻飞 前后乱捂 捂了一阵 这才放下 再看考书 脸色微红 那是活动开了 胸膛起伏 那是心情激动 好 一片叫好声 好什么好 你那自选动作算什么 我还有难度更高的 第三个超男出场了 这个超男是天生的超男 谁呀 公孙子都 天下第一美男 公孙子都要来争夺先锋 场上顿时没有人说话了 为什么呀 因为呀 没有人愿意得罪他 他是个心胸狭隘的人 没有人喜欢他 考书知道 如果把大旗交给子都 那么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抢走战车和先锋打印 怎么办 考书集中深志 将大旗挥了两回 裹成一条枪 之后将车爸的车员一把抓了过来 起身就跑 车员是什么呀 就是车与马之间控制马的一条棍子 为什么要抢车员呢 因为车员象征着这身车 换句话说 车员上有车架号 上面刻了车的型号和编号 子都一看 大怒 去兵器架上顺手抄了一条长脊 就去追考书 结果 两个人绕着考场跑了一圈 子都愣没有追上 别追了 装公下令 当即将车爸给了考书 令他为先锋大将 先行率军 会和齐鲁二国军队进攻许国 哼 子都气得眼都红了 三国军队在许国城外聚集 开始攻城 齐鲁两国葬着国家大 有些轻视镇国 因此攻城并不卖力 相反 考书第一次出任先锋 立功心切 因此镇军攻城最为卖命 许国的防守很顽强 三国联军连攻三天 没攻下来 按照计划 第四天 三国的主将就都要到了 横下一条心 一定要破城 考书做了最后的动员 那个时候 还没有录像看 也没有音乐坊 站前动员 纯靠嘴皮子 第四天一早 镇军开始攻城 考书身先四足 夹着大旗 亲自登城 别说 主将这么卖命 手下也跟着卖命 考书竟然率先登上了城头 同志们 冲啊 当然考书不是这么喊的 不过基本上也类似这样的口号 记住 电影上 如果我们的英雄 喊了这样一句话 基本上 他就该牺牲了 考书没有看过电影 当然 也就不懂得这样做的危险 陈下 美男子 公孙子都 沾弓搭箭 他的箭术不错 已经设施了不少守城的许军 他原本啊 瞄准了一个许国军官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他听见考书的那一声 同志们冲啊 抬头一看 考书已经上了城墙 突然之间 他有了一个冲动 无法遏制的冲动 你抢了我的车 还要抢我的功劳 哼 我让你抢 想到这里的时候 子都手中的箭 已经离悬 考书从城墙上 倒栽了下来 连同手中的大旗 考书牺牲了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案件伤人 就是这一次 而这个成语也来自于此 贾书营愤怒了 他以为考书是被敌人捅下来的 他一把抓起地上的大旗 以惊人的速度上了城墙 没有人能阻止他 镇军的大旗 竖在了许国的城墙上 镇军世袭大振 许国军队瞬间崩溃 许国陷落 许国国军逃往魏国 三国国军随后到来 箭已经攻破城池 于是进城相会 这一次 齐国还是不要许国的土地 鲁国呢 也不好意思再要了 于是许国就归了正国 镇庄公将许国分成两半 小的一半还是许国 由许国君主的弟弟星辰为君主 大的一半呢 给了庄公自己的弟弟公孙祸 镇国灭了许国 但是镇庄公一点也不开心 因为考书死了 考书的尸体上啊 有一只剑 从背后一直穿到前胸 毫无疑问 剑是从后面射过去的 其实啊 这很好判断 因为剑是镇国的剑 这只剑射得如此准确 而且如此有力 这一定是一个将军射的 士兵没有这样的功力 甚至即便是最散射的射手 从尘下能够把尘上的人射穿 其力道不是惊人 而是太惊人 没有刻骨的仇恨 是做不到的 考书有仇人吗 经过调查 考书没有仇人 庄公很愤怒 他非常器重考书 甚至比对在主还要器重 因为考书更忠诚 更耿直 所以庄公发誓 要捉住害死考书的奸人 要杀了他 为考书报仇 老在啊 这个人一定要查出来 庄公把任务布置给了在主 在主是什么人呢 洗脚的主事业啊 他聪明过人 而且善于分析 在主看了考书的尸体 又带着考书的几个清髓 来到了考书登城的所在 经过多次的实验 通过这支箭射中考书的力度和角度 推断出射箭的人当时所在的位置 什么人当时可能在这个位置呢 是他 在主得出结论 他其实啊 从一开始就是怀疑他 庄公大怒 其实他也猜到了是公孙子都 杀 庄公毫不客气 自己的亲弟力都不放过 何况只是一个堂弟 但是在主阻止了他 主公不可 在主讲出了自己的道理 首先 这是史无对治的事情 如果子都打死都不认 实际上 他肯定打死也不认 那么杀他 倒成全了他 有可能让他成为史上最著名的冤死的大将 其次 子都是公主 还有战功 还是美男子 杀他会引起许多不明真相人的不满 甚至会说他是因为被妒忌而被杀 那怎么办 我有办法 庄公下令 每一百个士兵出一头猪 每二十五个士兵出一只狗和一只鸡 遭巫师来念咒 诅咒那个放案件的人 按照规矩啊 大夫死后要三个月才下账 这三个月 庄公派人人流守灵 第一棒是四子公子乎 之后 依次是这次出尊的各个将军 四子都守灵了 谁还敢有怨言呢 子都是最后一棒 十五天 十五天里啊 天天听巫师在那里诅咒自己 心里实在是不好受 不过啊 子都属于那种心黑手辣 皮厚的那种人 也不是太难受 何况 听说子都守灵 很多女人主动前来吊咽考书 实际上是来看子都的 顺便泡泡她 不管怎么说 子都过得还挺爽 三个月很快过去了 下账这一天到了 庄公率领群臣来到 看见子都泰然自诺的样子 大为失望 老崽啊 你的办法不拎啊 庄公悄悄地对崽祖说 哎 知道他脸皮厚 不知道他脸皮这么厚 我这精神摧残法百事百灵 谁知道 在他身上就不拎了呢 崽祖叹口气 承认失败 按着千夫所指 无疾而终的原理 崽祖让士兵们出狗出猪 这样士兵们都在骂 那个放案件的人 足足一万多人 这么多人骂 别人死十次了 子都竟然毫发无损 崽祖又请了巫师 还当着子猪的面 诅咒他 他还是不死 这样的人 再如真是拿他没办法了 葬礼很隆重 庄公亲自宣读道辞 无非是那些鞠躬尽瘁啊 死而后己啊 永垂不朽啦 等等套话 末了宣布 尹考书为国捐躯 因公而死 追人烈士 为了纪念他 特决定将车霸的车员随障 那么那身战车呢 每个人都很关心 战车是不可能随障的 那太可惜了 每个人都想得到那身战车 而人们知道 只有两个人最有资格 一个是公孙子都 因为他是考书的副手 另一个是贾书营 因为他是攻占许国的头号工程 我宣布 那身战车移交给贾书营 郑庄公庄严宣布 贾书营的泪水夺况而出 他太感动了 多谢主公 我一定要继承考书的遗志 还没等贾书营说出 为建设强盛的郑国奋斗终身 已经有人跳了出来 主公 为什么战车不是我的 公孙子都大喊起来 庄公原本就在生气 看见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当下说了一声 来人 把剑拿上来 早有是从地上一支剑来 正是子都设考书的那一支剑 庄公接过剑 狠狠地扔在公孙子都面前 喝道 因为这支剑是你的 所有人都愣住了 子都也愣住了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子都的身上 载主有些担心 如果子都死活不承认呢 子都低下了头 泪水流了出来 他害怕了 他后悔了 主公 从前 有了最新的战车 您第一个都会给我 可是这一次 这么绝版的战车 您却给了考书 我公孙子都 是天下第一美男 我怎么能没有天下第一豪华的战车呢 我恨他 恨他抢走了我的战车 我 我其实不想杀他 我只是想要一身最新款的车而已啊 子都哭得更厉害了 忽然 子都止住了哭声 猛的抬头 拔剑 抬臂 横剑 一道雪光 天下第一美男 就这样香消玉允了 天下美男千千万 为什么子都是第一美男呢 因为啊 他不仅最美 而且最暧昧 战场上的敌人 不能令他畏惧 暗箭伤人 不能让他惭愧 巫师的诅咒 不能伤害他 可是 得不到最美的战车 最终让他绝望 再如暗暗叹息 让子都自杀的原因 不是他被揭露 而是庄公把战车给了假输赢 这让他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三个月后 公孙子都下仗 全郑国的美女都来了 甚至楚国 晋国 秦国 以及朝鲜的美女 都来了很多 郑庄公没有来 但是他派人来宣布 那辆战车 为子都赔账 因为美男爱美 害得郑国两员大将 就这么毫无价值的死去 所以啊 美男也是祸水 郑庄公死了 每个人都会死 英雄也会死 春秋的一号男主角 现在就面临这样的问题 从出台到谢幕 郑庄公的形象几乎是完美的 他基本上算无一策 而且赞无不胜 他也很会用人 因此手下都是先能人 可是啊 他也要死 郑庄公43年 也就是公元前701年 他56岁 56岁就死了 是不是太年轻了一些呢 古人说了 人活七十古来西 基本上那时候活到56岁 也算正常了 在这里顺便说一说 在此之前 中国历史上比较长寿的几个人 彭祖啊 据说活了700多岁 但是啊 这个属于传说 未倦意证实 从死记当中啊 我们看到几位兽型 姚为帝 70年得到了顺 作为接班 20年之后 善让 又八年 后崩 这样算啊 姚应该活到了130岁上下 顺61岁 正式掌管天下 39年后崩 享年100岁 周文王 在位60年 推散起来啊 至少活到80岁 而周穆王 50岁继位 在位55年 享年也有105岁 不管怎么样 郑庄公只能活到56岁 在预感到自己要急功进瘁之前 他早来在族商量后事 老在啊 看样子啊 我是不行了 你看我这11个儿子当中 谁继位最合适啊 真庄公问 在族一愣 公子乎不是四子吗 四子继位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现在庄公问这样的问题 什么意思 在族何须人言 他立即就明白了 庄公对公子乎不是太满意 当然是公子乎了 在族没有犹豫 他知道这样的问题不能让庄公满意 但是这个时候 他必须力挺公子乎 因为公子乎的老妈邓曼 是他帮着庄公取回来的 从感情上来说 他更希望公子乎来接班 主公 公子乎能文能武 人也谨慎 还有比他更合适的吗 老在啊 不瞒你说 乎啊 是不错 我也喜欢 可是你知道政治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是心黑手狠 可是乎太善了 相反 秃虽然不如他哥哥能干 但是处事果断 下手坚决 我看好他 庄公说道 他看人是很准的 老二公子秃 能力啊 虽然差点 但是性格更像自己 不可 主公难道忘了宋国和鲁国发生的事情了吗 接班人一定要立长子才能服众 记住 在主答道 其实他也知道公子秃 比公子乎更适合接班 这样的话 只能让秃去姥姥家了 否则一定神乱 哎 只怕这样也避免不了鲁国和宋国的事啊 庄公考虑再三 接受了在族的建议 把公子乎托付给了他 第二天 公子兔被赶出郑国 前往宋国 因为他老爷姓庸 是宋国的好族 有人问了 郑国不是和宋国是仇人吗 把自己的儿子送过去 不是等于给人家送人质去吗 不然 此一时彼一时也 郑宋两国这个时候啊 这是好得不得了的时候 同志加兄弟一般 为什么这么友好呢 那就得先说说宋国九年前发生的那件事了 宋国有两个实权派人物 一个是司马孔福佳 另一个是太宰化督 这个化呀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化 前者呢 是国防部长 后者是总理 到这里啊 请孔姓和化姓读者保持恭敬 孔副佳和化督 都是孔姓和化姓的德姓始主 两个人都是宋国的公主 本姓子 两人当中啊 孔部长更受宋桑公的重用 理由很简单 宋桑公喜欢打仗 他在位十年 对外战争十一次 其中单单跟郑国就打了三仗 其原因就是为了公子冯 你说爱打仗也不一定是坏事 抢回些东西给大家做福利也好啊 问题是宋国打仗啊 就没怎么赢过 几乎是美赞必败 可以说是屡败屡赞 屡赞屡败 男人上战场啊 不是打死了 就是被俘 当了别国的奴隶 女人在家里呢 不是当了寡妇 就是被恶霸霸占了 总打败仗 税负就越来越厉害了 大家都快活不下去了 全国人民都很愤怒 可以说是名怨沸腾 而大家最恨的人就是孔富家 话都很郁闷 不是因为名不聊生 而是因为自己啊 一个堂堂的总理 地位竟然没有国防部长高 有一天 他的郁闷简直到了极点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一天啊 他在路上碰上了一个女人 那叫一个美 话都一直目送美女 倒看不到 不由自主的说出三个字来 美而艳 什么是美而艳呢 就是不仅漂亮 而且性感 可是这么漂亮 这么性感的女人 吃不到嘴里 因为这个女人呢 是孔富家的老婆 地位没人家高 老婆没人家漂亮 话都啊 这个郁闷啊 这一年是宋三公十年 也就是公元前七百一十年 十年一大庆啊 大庆干什么呀 有的国家放假 有的国家发钱 有的国家阅兵 宋国啊 就是阅兵 孔富家担任阅兵总指挥 他从鲁国订购的新型战车 已经运笛 将在阅兵仪式上亮相 近期呢 他把主要精力 放在宋军的训练上 严格到不能再严 宋军的口号是啊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不灭郑国 何以加为 军队里的怨气 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 话都敏锐地看到了机会 为了地位 为了女人 干 他下定了决心 要干一票大的 宋国的军队里开始流传一个消息 孔富家又要带领大家去打正国了 消息令每个人都从骨子里害怕 打正国历来都是有去无回的 那就是给人家送战车 送奴隶的 没有人怀疑这个消息的准确性 尽管从来没有人听到孔富家 或者宋三公宣布这件事情 历来这样的消息啊 都在事后被证明是准确的 特别是被孔富家否认的 那就更加可以确信了 在宋国 国君说的话往往是骗人的 而小道消息啊 才是准确的 胡说 我们怎么会去打宋国 我们从来不侵略别人 果然 这一次孔富家又辟谣了 所有人都确信 这一次所谓的阅兵 是在为攻打正国做准备 于是 所有的士兵都开始准备后事了 该写遗书的写遗书 该讨债的赶紧讨债 没娶老婆的赶着一夜情 有老婆的抓紧时间 制造儿女 可是人们没想到 以往百发百中的小道消息啊 这一次却是真正的谣言 而造谣的就是话读 没办法 当你骗人骗多了的时候 你说真话也不会有人信了 离阅兵的日子越近 军队里的气氛也就越紧张 紧张到只要有人点一把火 这把火呀 就一定能把整个宋国烧掉 点火的人已经准备好了 弟兄们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呀 我们死了也就算了 老婆孩子凭什么也跟着遭罪呢 军营里一个士兵高深的说道 是啊 打什么正国呀 我们去就是早死 有人呼应 那怎么办 大家围上来问 怎么办 打正国是恐怖掌的主意 华总理是不想打仗的 我们为什么不去找华总理 反映我们的想法呢 一开始说话的人建议 于是满营士兵去了总理府 华总理很和蔼地接待了士兵们 士兵们很激动 强烈要求华总理阻止这场愚蠢的战争 大家少按悟照 孔部长打正国也是为了送国的颜面吗 华总理是这样说的 就等于承认了孔富家真的是要去打正国了 他要颜面就让我们老百姓去送命啊 他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 我们就是性命攸关 华总理你要为我们做主啊 士兵们纷纷高呼 大家小声些 说这些话要是被孔部长听见了 是要杀了你们的 华都装出一副很小心的样子 反正都要死 怕什么 士兵们的怒气又被激发起来了 华都站了起来 一咬牙一跺脚一瞪眼 扫视一遍眼前的士兵们 哎 民心不可为 民意不可挡啊 若是大家一定要为国除害 本总理也只能遵从众愿了 华都做出一副大义灭清的样子来 引导着大家的情绪 为民除害 铲除奸人 群情激愤 原本没有想过要杀孔富家的 现在则是非杀他不可了 人群离开了总理府 在华总理的带领下 一窝蜂杀到了国防部长官邸 也不打话 闯进门去 见人就杀 孔富家急忙出来看 当场被砍成了漏匠 杀完了孔富家 大家再去找华总理 哪里还有人 华总理去了哪呢 华总理啊 抢了孔富家的老婆 悄悄回总理府了 孔富家几乎全家被杀 只跑了一个人 谁啊 孔富家的儿子 穆金富 穆金富啊 当时还小 被家臣抱着逃离送国 去了鲁国 传到了第六代 那个人 就是孔子 需要在这里 多说几句的是 左传当中 记载的这件事情的写法 十分中立 若是左传 真是孔子所做 其度量 绝对令人敬佩 而后世为孔子会 往往丑化化毒 甚至推断说 孔富家的美妻 在被抢之后 上吊自杀 与孔子的豁达相比啊 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华总理带领的军队 杀了孔部长 宋商工听到这个消息 大怒 这不是要造反吗 老孔 你带兵剿灭叛匪 宋商工一拍桌子 就要除兵 拍完桌子才想起来 老孔已经被自己的队伍给砍了 来人 跟我走 把化毒给我砍了 到了这个时候 宋商工还不想想 孔富家是为什么被砍的 当下带着一众侍卫 亲自出马去孔富家家中 要杀化毒 宋商工来到孔富家家中的时候 杀了孔富家的宋军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看见宋商工来了 又是恨又是怕 想杀他吧 又没带头人 正在那里犹豫 化毒来了 化毒知道 杀了孔富家 商工是不会放过自己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连商工也办了 于是安置好美人 就急忙又来到孔富家家中 动员大家去杀商工 狭路相逢 有的时候不是勇者胜 而是先下手为强 眼下的士兵们 就像一锅开水 谁先端起这一锅开水来 谁就能拖向对方 取得胜利 如果宋商工这个时候 能够这样高喊 弟兄们 化毒谋反 你们都是受蒙蔽的 既往不咎 撒死化毒者 官身山脊 赏千斤 这样的话 一大半的士兵都会来砍化毒 可是啊 商工没有这样的智商 他只知道生气 只知道怒目相适 化毒知道 谁先开口 谁就能活下去 因为后开口的根本就不会有机会开口 弟兄们 昏君 奸臣 害得我们妻离子散 死无葬身之地 奸臣已经杀掉 但是昏君不出 大家会死得更惨 还等什么 杀了昏君 化毒大喊 杀 杀 只要有人带头 每个人都想杀人 宋商工慌了 这个时候 他想起来 要说化毒是谋反 想起来 要安抚士兵 可是啊 一切已经晚了 红了眼的士兵们 什么也听不见 士卫们跑光了 他们早就看出 势头不对了 宋商工被砍成了肉酱 连他的马 也被砍成了肉酱 宋国临时治安委员会 召开紧急会议 基本上 大家对于孔福家和宋商工的死 表示默认 我看啊 润子牌被 也该排到了公子冯了 把他请回来吧 化毒建议 实际上 早年 他和公子冯的关系就很好 一致通过 于是 宋国派出特使 前往镇国 向镇庄公 投帝国书 要求请回公子冯 担任宋国国家元首 好啊 好啊 镇庄公非常高兴 公子冯在镇国待了十年了 怎么说 大家都有感情了 他能回去做宋国国君 今后啊 两国关系 是没得说了 公子冯 屁颠屁颠的 回到了宋国 回国之前 痛哭流涕 向镇庄公表示感谢 主公啊 十年了 您不仅收留了我 还给我好吃好喝 给我一座小城 为了我 您不许与宋国翻脸成仇 连年打仗 您不是我亲爹 但是比我亲爹 还要亲呢 爹 还有公子乎 公子兔等大哥们 他们对我 比对自己亲兄弟还要亲 镇国的恩情 我莫尺不忘 刻骨在心 爹呀 只要您愿意 随时欢迎您去宋国 我动员全国人民 夹道欢迎 给您献花环 镇庄公笑 他不是感动 他只是觉得好笑 他知道 公子冯这个人 就是个白眼狼 回到宋国 公子冯登基 他就是宋庄公 从那之后啊 宋国和镇国成了盟友 真是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打了十年的仗 这下呀 成盟友了 宋三公为了除掉公子冯 费尽心机 辛辛苦苦大搞军备竞赛 谁知道 最后的结果是自己被除掉了 公子冯回来了 你说 若是宋三公当初放过公子冯一马 就不会连年征战了 也就不会被化毒杀掉 所以啊 做人要厚道 机关算尽 往往都是把自己算进去了 上面说到了 做人啊 太不厚道不行 可是太厚道了呀 也不行 所以做人真的很难 镇庄公临死之前 说到要提防宋国和鲁国发生的事情 宋国的事情 我们说完了 鲁国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鲁国发生的事情啊 比宋国的事情还要早两年 故事的主要主角呢 依然是国防部长 总理和国军 鲁国的国防部长啊 是公子辉 又叫宇傅 鲁国几次打仗 都是他率军出征的 打了不少胜仗 抢了不少地盘 财宝和女人回来 因为功劳大了 事业心呢 也就更强了 最近啊 他觉得自己怎么说 也该弄个总理当当了 可是就这么直愣愣 去跟国军鲁尹公要呢 好像是跑官要官的样子 似乎不太好 怎么办呢 公子辉想起一个办法来 说到这个办法呀 还要先交代一段历史 当初鲁尹公的爹是鲁惠公 惠公的夫人呢 是孟子 当然了 这个孟子啊 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 孔孟之中的孟子 可是孟子早死 没有申子 于是申子成为夫人 就生了西姑 也就是卢尹公 在宋国 宋武公生了个女儿重子 生下来 手上就有四个大字 为鲁夫人 左传所记载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这件事 打开左传的第一卷 第一段这样写道 惠公原非孟子 孟子足 即使以申子申惠公 宋武公申仲子 仲子申儿有文在其手 曰为鲁夫人 故仲子归于我 这个我就是鲁国 丧天作媒 谁敢不遵从啊 于是鲁宋两国成为了亲家 十五年后 宋武公把女儿送过来 嫁给了西社 谁知道 鲁惠公先过了一手 发现这个儿媳妇啊 实在是太漂亮了 怎么办 鲁惠公啊 就学习魏宣公那个好榜样 把儿媳 充公到了自己的床上 惠公十分疼爱这个小老婆 将她立为夫人 没多久 生了个孩子啊 叫姬允 鲁惠公喜欢这个小孩 就把她立为柿子 可是公子允 很小的时候 鲁惠公就轰了 大臣们一合计啊 公子允太小了 还是让长子即位吧 于是 鲁颖公登基了 但是全鲁国都知道 鲁惠公的宝位 是应该传给公子允的 转眼间 鲁颖公登基十一年了 公子允已经十七岁了 根据经验 公子会认为 鲁颖公现在的心思 应该在公子允身上了 尽管鲁颖公口口声声 要把国君的宝座 让给公子允 实际上 谁会舍得这个宝位呢 鲁颖公一定想要 除掉公子允 公子辉来找尹公了 主公 主国人民选择了您 历史选择了您 您就是我们的英明君主 可是公子允长大了 他时时刻刻想着夺取 主公您的宝座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主公 我愿意为您杀了公子允 作为奖赏 让我当太宅吧 公子辉把话说得很清楚 他觉得没什么好隐瞒的 尹公一定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他错了 子辉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 当初原本就是公子允继位 因为他太小 暂时有我代理 如今他岁数大了 我也要把位置还给他了 我已经在兔球修了别墅 等公子允十八岁了 我就退位 去那里啊 清闲度日 尹公笑着说 尹公显然没有说谎 公子辉也知道 他在兔球修别墅的事情 现在想起来啊 如果尹公真要杀公子允 又岂能让他活到现在呢 其实尹公还有话没说出来 他很看好公子辉的能力 原本是准备提拔他到总理位置上的 后来想想啊 不如把这个人情留给公子允 让公子允提拔他 他会对公子允更忠心 太厚道了 卢颖公实在是太厚道了 可是厚道的人 遇上不厚道的人 下场会很惨 不厚道的人太多了 公子辉就是一个 公子允也是一个 从尹公那里回来 公子辉的感觉不太好 俗话说 书不见亲 自己这趟挑拨离剑不成功 尹公会怎么想自己呢 重要的是 将来公子允登基了 如果给他知道这件事 自己的老命恐怕就不保了 公子辉越想越不对劲 怎么办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反过来 穿到公子允杀了尹公 杀人灭口 忽悠不了厚道的 就忽悠不厚道的 公子啊 绝密内幕 宫廷内餐啊 尹公想要立自己的儿子做世子 准备找借口啊 干掉你 公子辉来对公子允说 是是是什么 公子允吓得够呛 他早就担心自己会是这个下场 因为先烈实在是太多了 你大哥要杀你啊 那我 我逃到宋国还来得及吗 公子允的意思啊 立马就要跑到姥姥家去避难 不可 鲁强宋肉 宋国不能保护你 那怎么办呢 他不仁 不能怪你不义 公子啊 我公子辉一向身名大义 匡扶正义 见义勇为 好人好事做惯了 这样 我来帮你 我们啊 先下手为强 干了他 大哥 拜托你了 要是我能当上国君 你就是总理 公子允此时只想活命 压根没想到公子辉在忽悠自己 杀害尹公的可行性方案连夜赶制出来 公子辉知道自己拖不起 万一哪天尹公突然宣布让位 自己啊 就完蛋了 所以呢 一定要快 三天之后 卢尹公要去庙里祭祀中屋 中屋是什么人呢 从前啊 卢尹公还没有做鲁国国君之前 鲁国曾经与郑国作战 尹公被俘 关在郑国大夫 尹大夫家中 老尹 放了我吧 我看你在郑国混得也不怎么样 跟我去鲁国 我会报答你的 尹公利诱尹大夫 问问我的神仙 神说行 那就行 尹大夫动了心了 他的神就是中屋 供在自己家的庙里 尹大夫和尹公在庙里求了个签 大吉 于是尹大夫就带着全家跟着尹公跑到了鲁国 尹公是个吃人图报的人 从那之后 除了对尹大夫格外关照之外 还在郊外建了中屋庙 每年都去祭祀一回 尹公去祭祀中屋 每次都住在归大夫家中 公子辉的办法就是预先派人 办成杂役 找个杂货房藏起来 到了晚上潜入尹公卧室下手 公子辉实在是太了解尹公了 一切都被他猜中了 尹公是个不喜欢心思动众的人 很体恤手下 因此出门都是轻车捡虫 带几个随身侍虫而已 下榻也就在鬼大夫家的客房罢了 到了晚上 尹公就请 侍卫们也就休息了 只剩下鬼大夫的家丁在院外寻守 却没有想到刺客早已经埋伏在了院内 午夜时分 刺客下手 尹公就这样死了 实在连给我们发挥想象的空间都没有 公子允顺利接班 他就是鲁桓公 鲁桓公上任的第一件事 就是任命公子辉为总理 公子辉把脏水泼到了鬼大夫身上 以谋杀国君罪将他全家处斩 整个鲁国都知道真相是什么 但是没有人敢说 冤啊 尹公死的冤 鬼大夫一家死的更冤 其实尹公要保住自己的办法有很多 第一 听从公子辉的记车 杀了公子允 第二 杀了公子辉 第三 提拔公子辉 可是尹公一样都没做 他太厚道 他只为别人想 没有为自己想 所以啊 做人不能太厚道 谢谢大家 然后 我 这 你 是